我都不及所在音樂之類的長出 今天很快好像是在你們拿三個七十年了 會辣嗎? 他們真的畫了蠻多辣的 四公尺很棒的 會辣嗎? 我是去買貴人來的比例 會辣嗎? 不會講 今天這個比較常識人做 不會辣 然後有吃到人怎麼不太辣 也不累的時間 但我還在找 吃一餐 龍蟹有水嗎? 我會辣嗎? 我會辣 所以我怕要按上去吃飯 你好勇敢 我自己覺得還在那個 我的行程 之前有過這個蠻多的 我因為已經提起了那麼多的 畫那麼多的辣椒 所以我咬很小一點 真的是辣 真的是辣喔? 真的要吃一個看看 欸辣? 真的要咬欸 超多的 超多的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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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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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吃到這塊特別不辣 有味道 所以沒有人不能被直播嗎? 好目前好像沒有啦 我們已經開始在直播了 沒有 好那個我們就 我們就七點鐘等時開始 我發現 現場只有一個男生 男生都不去太高 我 嗯 好 我是災暗時光書店的 副成張正 那今天非常歡迎 那個導學來幫我們講這一場 你坐你坐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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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講這一場 小事 可是說小事的話一定不是小事 希望你待會兒可以爆一些什麼料 你要爆料的時候我們直播就會切掉 沒關係 可能 應該也不會有人看吧 沒有 它會存的 那臉書那個直播就會存在那邊 那 所以如果你要講一些 不適合直播不適合自己錄的 我們就把它切掉 因為感覺 那 那就不好聽啦 哈哈 但是他覺得直播不是在設嗎 直播 不是我們公開 我們是對全世界公開的 如果 台下的朋友要發言 不希望被紀錄的話 那個也隨時可以切掉 我們對直播後面的那些聽眾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責任 我們就只讓他們 就鼻香一下 感覺好像在現場 那也就 大家一直在現場 那 我們是東南亞主題書店 所以今天這題目 當然是非常好的 就談泰國 通常談泰國的時候 也大家都會特別有興趣 我相信在座的 可能都 應該都比我去過泰國 更多 更多次 因為他是去兩年的 不是嗎 還是有一次準備要去 所以今天來先 先 先 先知道一下 好 那 這個書店 我看有一些朋友是第一次來 嗎 真的都是啊 謝謝你幫我們帶來新的課 我們是東南亞主題書店 那書店 之前也說過 其實也是謊子而已 也沒有一定要是書店 只是書店現在流行 我們就開個書店 當然我們也有書 有很多東南亞的書 包括泰文書 東南亞各國文字的書籍 那我們兩年多前 有八十一個運動是 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台灣 所以如果你們之後去泰國 回城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帶一個豬皮回來 可是不要帶那個啊 那個台灣都買得到 不用那麼辛苦帶回來 你帶一本書回來 帶一本泰文書回來 其實你看不懂也沒關係 可是帶回來 那本書在泰國可能不值什麼錢 就兩百塊錢 可是那本書帶回來之後 就價值淨成 因為它是被你親手通運回台灣的 那那本書回台灣之後 我們會希望這個書有機會 可以給在台灣的外型朋友看 那你就想像你被丟到一個海外長時間 然後你在異鄉拿到一本中文書 不管那個書寫得怎麼樣 你都會覺得還不錯 因為你完全看得懂 那我們這個書店發起的 最開始發起的是這個原因 另外一個部分是 我們大概有很多中文的東南亞相關的書 我自己是研究東南亞 那其實在台灣東南亞的書 我覺得比例上實在太少 有啦 可是不夠多 相較於日韓歐美的那個 那個數量太少 所以我們這個書店的一個目的 這是怎樣 有鬼嗎 我相信有卡到一秒 所以應該是會有 其實所有的空間應該都會有 陰陽同時存在 我們這是老房子 那也應該 應該 所以就和平共存就好 所以待會兒一次跑的時候 也會這樣子嗎 不知道 他好像這個頭有點東之類的 平常會這樣嗎 我好幾天沒來了 不但是 可能是打個手就推他一下 可是我號我電腦 是不是電腦會進 對啊應該是這個頭吧 我扶他一下就 我跑來跑 這就不了 對 那不行我就推一下 真的嗎 你上下跑一下 上下跑都沒問題啊 上下跑都沒問題啊 只是他不想 沒有啊我電腦也開這樣 然後再來 萬一要即時救援 我自己會有感覺 好另外一個中文書啦 那我們的中文書和外文書都一樣 是用借的 換好了 就直接換 不然他待會兒講的時候一直斷 一直斷掉 那我再多講 沒關係 所以我們這書是 那個是原價借出 所以這個 假設一本書 三百塊原價 那 你就給我們三百塊錢開幣 然後 借回去 你可以不還 不還 我就當你來走 你要還也可以 如果還那時候 我們就會還那三百塊 原價 那 這本書你帶回去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你當作是自己的書在看 所以是允許你畫寫做字號 等等等等 就把它當作自己的書 寫定語 我們其實最希望的是 你這本書帶回去 然後發現 喔!寫的這麼爛也敢出錯 你就在上面怎麼還寫 這麼爛的書 怎麼會怎麼改不出啊 好意思啊 然後還回啊 我們賺你三百塊 然後這本書它就有紀錄了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那個書的溫度 是可以前後認讀著 可以 可以 可以傳遞 那可能下一個讀審看 如果他寫得很好 你幹嘛亂罵人 這樣子 那上面 上面對話 那他會比臉書慢 我覺得好一點 因為臉書那個太快了 容易就 不理性的吵醒 那真的在書上面對話 呃 也許會有點意思 那慢慢看 好書的話 你大概給他一點聽 那有沒有人會 會有那種機會 他會為了想看那個對話 他再來解釋 呃 我們其他借著走的路面 他會問他 有沒有會 我覺得有的人可能會 做了太多筆記 他捨不得還 那就算了吧 就當他滿長的 那好書我們也希望 給大家一些 就這樣下一集看到 那 我們之前還想辦那個 爛書大賽 對 整個 大家都在評評我們 十大好書啊 因為有些其實都有廣告 所以我跟出版師說 我們來做爛書大賽 大家都好 你先做 呵呵呵 對 大家都把他得罪人 好 好 我們電腦應該是可以 你待會兒會要 沒關係 滑鼠 呵呵呵 就左右進就好 左右進就好 然後如果你待會兒需要 就不要 好 好 那個電腦弄好了 我們請大家拍照 好 謝謝大家 我覺得 應該音量可以 不用用麥克風 不要 你要用麥克風直播 才聽得到 真的喔 呵呵 覺得很煩 好 這樣還好不會很大聲 如果覺得太大聲 覺得太吵 再跟我說 這樣我就不用講很大聲了 好 那 很感謝今天可以來到這邊 然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在泰國的一些經驗 那 其實這也是我 大概第二次 來到這個書店 然後第三次來到這個 南四角這個地區 所以 其實這邊還是有很多地方 我都 不是很清楚 那我希望說 以後有機會 可以 更長過來這裡 那 我也想問一下 今天有多少人是 第一次 來到這邊 哇 真的啊 呵呵 有點開心 有點害怕 好 那 呃 今天我的題目定為 初中這小事 那 呃 在泰國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 叫做初戀這小事 大家有看過嗎 這還蠻可愛的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但是我為什麼會取初中這小事呢 因為其實 大事小事 這到底是誰來定義 我也沒有辦法說 我的事情就一定是大事 我的事情或事情就是小事 但是因為 我 我們那時候在受訓的過程中 我的 派我出去那個單位的那負責人 他就一直不停的在我們訓練過程中 跟我們說 勿忘初衷 但是 我們可以在 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到 欸每個人的初衷是不一樣的 他初衷到底是什麼 他到底有沒有忘 或者是他 本來他的初衷就是 有一些奇怪的目的 但是他沒有忘啊 他一直維持著他很奇怪的目的 那 這就會讓人家覺得 欸是不是到了海外去的志工 會 會 讓人家會有一些不好的評價 因為我們到了海外 其實大家都不會知道說 你叫什麼名字 你是誰 他就知道說 你是台灣來的志工 你沒有名字的 你就是台灣來的志工 貼上一個很大的表欠 所以 在 我們任何 在外面做的所作所為 他就說 那個台灣來的志工 怎樣怎樣怎樣 那個台灣來的志工 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其實 還蠻多 很奇怪的事情會發生 所以我們到最後 我們再來看看 到底 大家的初衷是什麼 那 我也想問一下 有沒有人 曾經到海外去 服務過 或者是 有 目前有想要 去海外服務的 有嗎 不要害羞嘛 你就接受 好 其實 管道很多 那 等一下我可以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 派我去的單位 我會簡單介紹一下 好 所以 講到海外志工 大家都會想到什麼 為什麼 紅十字 那就是醫療嗎 其實 我後來有一種 就說 早知道我應該去念什麼 醫療啊 或是農業啊 或是什麼的 那個其實 你要去海外服務的機會 非常非常多 但是 就沒辦法 就是不會 好 所以你想到海外志工 你會想說 哇好有愛心 那時候每次跟他說 我要去海外服務 我說哇你好有愛心喔 可是其實我要去的目的 也不是為了真的很有愛心 我也沒什麼愛心 只是我覺得 我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好 或者是 啊到泰國 我是去泰國 我覺得還好 我們有一些去了那種 就是你真的 叫不出名字了 你就講的也不知道是哪裡 什麼 什麼聖露西亞 什麼 什麼 烏拉圭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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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地馬拉 就是你講了之後還要想到 那不管哪裡啊 什麼 之前我們單位還有派什麼 布吉納法索 什麼奇怪的地方 就是你講到哪裡啊 那是我們的邦交國啊 都是我們的邦交國 都在很偏僻的地方 那他就會說 喔好危險喔 欸你一個女生去 這樣不危險嗎 但是其實哪裡沒有危險 自己要注意嘛 或者是他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我要去逃 為什麼你要出國去做職工 台灣有很多需要你幫助人 你為什麼要跑這麼遠 你為什麼不留在台灣 你想要幫助人 那就留在台灣啊 所以其實很多很多的想像 可是真的去海外當職工 不是一件這麼浪漫的事情 不是說哇 我就是好像可以每天就是 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過很開心的生活 幫助人 我好開心 我有這樣子的大愛去付出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快樂 有很多很多你要面對的地方 而且其實你真的一個人到那邊 我覺得你會有很多很多的時間 要自己一個人 那那一種那一種時候 當你又在一個陌生的環境 一個人很寂寞的時候 其實那種要克服的問題 已經不是 不是怎麼去幫助別人了 你可能自己都會需要別人幫助的時候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 就是在國際間有很多很多的機構 都在派職工 那最有名的應該就是第二個 那個美國的和平工作團 Peace Corp 所以他們每年就是派大批大批的年輕 美國的年輕人去國外服務 那他們因為他們很講求效率 他們到了那邊 其實他們會配給他們的職工 比如說摩托車啊 或是什麼各種設備 但是其實他們據說出意外的機率是最高的 因為他就是在那種 可能連柏油路都沒有的地方 騎著摩托車 然後可能就會撞到牛啊 撞到什麼東西 真的出意外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好 那聯合國職工 因為是聯合國嘛 他可以派去的地方更多 可以從事的項目 職工項目更多 那另外一個就是日本的 叫做Jalika 他們也是派了很多的職工 在世界各地 那我們有一些職工夥伴 他們到了一些地方 是也有很多Jalika的職工 所以他們其實常常會跟台灣的職工 因為畢竟可能在文化背景方面 是比較接近的 所以會有合作的機會 那韓國是這幾年 大概可能比我們晚一點吧 才開始 它就叫Koika 反正就很奇怪的縮寫 所以他們其實也派了滿多職工出去的 因為他們以目前來講 可能他們派出去職工的數量 是比台灣多很多的 好 那派我出去的這個單位呢 就叫做國和會 那名字很長 叫做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好 那他們 這是他們網站上面的資料 就是他們就是 跟我們的邦交國合作 然後呢 去不管是提供給他們資金 提供給他們人力 提供給他們技術 好 去讓他們可以 就是 比如說 最常見就是農業技術團 他們派人過去 派專家過去 去教他們怎麼種菜 種水果 怎麼養豬 怎麼養魚 好 去讓輔導他們 在農業的生產 然後或者是他們 在醫療資源的部分 也會就是 比如說 在那邊設立 可能像醫學院啊 或是什麼的 然後派我們的 呃 我們這邊有專長的 志工過去 訓練他們 譬如教他們怎麼抽血 教他們怎麼樣 照顧病人 好 然後也會 讓他們那邊的人 到台灣來 來 念書 好 所以像是 呃 榮總對面那個學校 什麼台北護理 什麼什麼大學的 那邊就很多這種 他們 跑到台灣來 就是透過 國和會給他們 獎學金 讓他們到台灣來做 這樣子的 訓練 進一步的可以 把他們學到的知識 到時候帶回他們的國家 好 那 我們 這個國和會 它成立的 是比較類似 就是美國的和平工作團 但是其實 其實聽起來有點尷尬 就是從他1993年到現在 到去年啦 只派出去六百多個人 其實每一年派出去的人 不多 我們真的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其實就很多機會 但是 真的派出去的人不多 像我那一年派出去的 大概就是二十出頭個 但是後來好像有地檢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那更奇怪的是 我每次去看 大部分 男生都很少 非常非常少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男生是 可能有 家裡面的壓力 必須要 成家立業 或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幾乎都是女生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你就覺得 好像女生比較 有服務精神嗎 比較敢冒險嗎 比較願意 出去外面衝嗎 但是 就是一個很奇怪很奇怪的現象 所以如果說 國和會 有些人可以幫國和會打廣告 因為他們常常都爭不到志工 他們 就回去 Facebook找他們的 那個 他叫什麼ICDF的 有一個粉絲專頁 他們每年會招兩期志工 可能有一期是招 加勒比海跟南美的 中南美 然後另外一期可能是招 亞洲地區跟太平洋地區的 可以去帛琉喔 回去 土挖魯喔 有 有吸引人嗎 有齁 帛琉 可是那時候我們跟我同一批訓練的 有一個去帛琉 然後我們那時候都 哇好羨慕喔 哇你可以去帛琉欸 人家可能都是要去度蜜月才能去帛琉欸 你要去住兩年欸 有沒有好開心 他說 才沒有咧 他說你知道嗎 那是水牢啊 你出不來啊 他們那個飛機很有限 你根本擠不上去 他一個禮拜可能就兩班飛機 所以你做這種什麼事情 你根本上不了飛機的 然後 而且我們那時候規定是 我們去服務 因為我們是兩年職工 我們去服務一定要滿半年 才可以離開這個國家 可是你要知道我們在泰國 泰國這麼大 你可能玩三年都玩不完 所以我們就很開心 只要一放假就可以出去玩 但是他要半年才能離開帛琉 他說半年了 半年 我說帛琉玩半年了 那個再怎麼樣人間天堂的地方 都會覺得好煩喔 然後他那時候去的時候 去的時候心裡還超重 然後我們就說你帶什麼啊 你帶潛水瓶去嗎 他說沒有啊 不知道為什麼就超重了 所以很多地方可以去 大家可以去找國和會的網站看一下 這樣我要叫他們處長給我廣告費 好 那講到泰國 大家有去過泰國玩嗎 沒有喔 好啦 泰國其實很方便 為什麼泰國一直找不到智工的原因 就是可能大家都覺得泰國太方便了 如果買聯航可能一張來回機票 說不定四五千塊就可以有了 我覺得泰國很方便 所以他們就說泰國很多人不愛去 因為他們覺得大家想要去更有挑戰性的地方 但是呢泰國這麼大 大家比較熟悉的曼谷在這個地方 那普吉島 大概也是比較有名的在這裡 那我去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可以想像如果要從這裡到這裡 大概要多久 坐車的話 坐車的話 24個小時 所以從這裡到曼谷大概就是12個小時 然後這裡是清邁 大家比較知道清邁 從這邊到清邁大概是5個小時吧 所以如果要出去玩 就坐車 其實我覺得還蠻不賴的 就是坐車啊 玩 就是在車上睡覺 天亮的你就到了你要去的地方了 我覺得這個公路旅行還蠻方便的 泰國的公路是一個 還蠻發達的一個狀態 好 好 那我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就是在 在這個地方叫清邁 然後我在的位子是在這裡 所以它大概只有十幾公里 就會到那個緬甸那邊 然後金三角大概是在 大概這一帶吧 這一帶 所以那時候我要去之前 我媽媽還跟我說 金三角那邊很危險欸 因為剛好我去的前一兩個月 發生了一個新聞 就是金三角那邊有什麼 大陸愚蠢被殺 謀殺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的 我媽媽覺得很危險 你要小心啊 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說 那可是為什麼大陸愚蠢會跑到金三角 明明就沒有靠海啊 然後我媽就說我怎麼知道 我就說那一定是去孕毒嘛 孕毒才會被殺呀 那我又沒有去孕毒 那你緊張什麼 然後就 好啦 反正老人家看到一些新聞 都會覺得很害怕 可是因為大家講到 泰國 大家就是啊 曼谷啊 清麥啊 然後 普吉道啊 或是 什麼帕塔亞啊 那些地方 但是 目前來講 就是這個地方 其實發展得越來越好 從前他們要發展就是在 就是 種英樹花嘛 然後採鴉片嘛 然後就是 就是賣這些東西 但是他們現在慢慢就有在做農業改良 那 台灣也有派技術團到清邁 就是教他們種水果 種茶葉 跟種咖啡 所以他們的產業其實慢慢現在在轉型 然後 呃 也因為有 比較有更多的遊客去 所以他們也可以透過 呃 觀光來 讓他們的生活可以變得比較好 好 好 那在泰國有很多很多的中文學校 尤其是泰北 好 那時候我要去之前 我就 我朋友知道說 喔我要去泰北 教書 然後 就有一個人問我說 喔 我說我要去泰北的高中教書 可是我朋友就沒有聽到那個的 他就問我說 你要去泰北高中教什麼 我說什麼泰北高中 他說你為什麼要去泰北高中 我說泰北的高中 好嗎 是不同地方 好 然後我說那你去泰北 好 他說那你要去泰北的高中教什麼 我說喔 我要去教英文 他說那你要用中文教還是用泰文教 我說 嗯 應該是用中文教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還沒去之前 我也沒有認真做功課 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幹嘛 然後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他是被派去那邊 教歷史跟地理 然後他就 然後每個都他說 你是要教泰國歷史地理 還是台灣歷史地理啊 然後他就說我也不知道欸 然後我們就想說 可是泰國歷史地理我也不懂啊 那 他們學台灣歷史地理幹嘛 就是 一堆問號這樣子 好 但是為什麼這個地方有這麼多中文學校 大家有看過孤軍 聽過孤軍這個事情嗎 有齁 蛤 對對對 就是當時呢 那個國共備戰的時候 有一批軍人 他們就從哪裡 雲南啊 退退退退退退 就退到了緬甸 又退到後來又退到了泰國 他們就想要在泰國這邊養精蓄銳 然後反攻大陸 所以這邊 這時候的這邊的山裡面 就住了一大群的 國民黨的軍隊 他們就留在那裡了 但是後來他們發現 他們反攻大陸無望 所以他們就只有留在那邊 他們就只能把這邊 當成是他們的家 然後呢 因為他們有 都是軍人嘛 所以他們曾經也幫助 泰國政府去打泰共 所以因為他們去打了泰共 之後被泰皇知道了 泰皇也說 這些人明明就不是泰國人 他們為什麼還要幫我們打仗 然後可能還受傷了 可能有人還震亡了 最後他覺得太感動了 所以他那時候就 給了他們每個人一個身份證 就讓他們可以永久居留在 在泰國 所以因為這樣子 在泰國的北部 就是我們剛剛看的那個地圖 這個地方 就是這整個地區 從到青脈這邊的山區 這邊呢 大概有兩三百所中文學校 每一個村子裡都有中文學校 然後那個規模其實是蠻下緣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去一些比較 鄉下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說 他們就說 那個學校的學生很少 很少是多少 他說大概 大概 一個學校大概五六十人吧 那我覺得五六十人蠻多的啊 因為我之前有在 我們那邊山上的小 就是我家附近的山上小學代課 那個班就兩個人了 我就說很多啊 一個學校五六十人欸 我之前教的學校一個學校二十人欸 還蠻多的啊 但是他們會覺得那個是很少的 因為我們也曾經看過有 學生非常非常多的學校 那個教學品質超可怕的 他們可以幼稚園一班有六十個學生 幼稚園喔 而且他們幼稚園 不是像我們這樣 大家坐在地上圍圈圈 他們就是小朋友坐的那個桌子 超級高的 都不知道怎麼上去 所以這邊的中文學校呢 大部分就是 他們會從幼稚園開始就學中文 然後念到小學 然後念到初中 所以大部分就會從幼稚園開始到初中 可是那個時候 最早最早的時候是 沒有高中 所以這些學生如果 他們念完初中之後 想要再繼續升學 那他們就要必須到台灣來讀高中 但是很多小朋友到了台灣 青春期嘛 到台灣來讀高中 可能去就是讀什麼 板橋鎮的華僑中學啊 來這邊讀書 那就會交到壞朋友 然後也沒有好好讀書 然後可能就是打架鬧事 亂七八糟的 所以 後來就有一個 當時那個 國民黨軍隊裡面的一個參謀 他就覺得說 這樣不行 好 我們必須 我們不希望小朋友 在這麼早的時候就離開家 所以他才在 呃 太北這個地方 設立了一所高中 然後後來又設立了 第二所 好 所以其中的一所就是 我那時候去服務的高中 等一下會給大家看 好 所以這邊就是 很多 就是太北 各處各地的 中文學校 好 其實這一間是最早的 這間在我們學校隔壁 他是建華中學 好 可是從前 在最早 有一段時間 嗯 因為 泰國政府 他不希望 這些人 在這邊學中文 他不想要這些人去 記得他們 中國人的背景 所以他說 我不准你們教 我不希望你們教中文 他就會 找什麼警察呀 軍人啊 就會來抓 所以變成他們為了逃避警察軍人的 的這些 追企 他們是 早上 六點鐘開始上 上中文 可是警察還沒有開始上班之前 他們就開始上課 然後上到大概 七八點 警察要上班了 他們就下課了 然後這些小朋友 他們就會去念他們的泰文學校 不管是幼稚園 小學 初中 白天他們就去上泰文 然後等到泰文學校下課了之後 晚上 等到警察又下班了 他們繼續上 繼續上中文 然後可能 從 大概六點上到晚上 八點九點 所以他們上課時間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 早上很早 跟晚上很晚 就是為了去 一開始是為了去躲避那個警察 他們會來查 不讓他們繼續上 不讓他們上中文 但是到後來沒有人查了 可是因為他們白天還是要讀泰文學校啊 所以變得還是一樣晚上的上課 但是真的非常辛苦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學生晚上來上課 就是 我們那時候上課是從六點到九點半 然後學生可能也來不及吃飯 就好像要去補習班一樣 扛著大書包衝到學校來 然後就坐在那邊 你就會看到他們非常的萎靡 然後肚子很餓 然後兩眼無神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打瞌睡的樣子 然後就會覺得 怎麼這麼累這麼可憐 然後有時候會稍微同情他們一下 讓他們去吃東西啊 去睡覺啊幹嘛 寫功課啊隨便 但是 他們如果真的想要學裝文的話 其實這條路是非常漫長的 非常辛苦的 就是我們 有點難想像 就是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小朋友其實 要讀書很方便 但對他們來講 要讀的書其實是還蠻辛苦的 那這邊的中文學校 我們用的課本 全部都是朝委會給的 所以朝委會每年會寄大量大量的課本 到泰國 是某家龍叉出版社出的課本 然後其實寫的還蠻糟的 那就是這些課本 其實是免費供應給那邊的橋校 所以每年 僑校會跟 僑委會申請說 我可能要有多少份 哪些科目 然後台灣這邊就會 送過去給他們 所以 就變成說 就可以知道 我們學的不是泰國的歷史地理 我們學的是台灣的歷史地理 非常的莫名其妙 每次學生拿到課本 就說老師我為什麼要念這個啊 我說我也不知道欸 學校就說要念啊 但是好處是 他們念了這些東西之後 他們可以用那邊的 泰文學校 就是中文學校的成績 申請到台灣來讀大學 就是用橋生 他們有個什麼橋生連招 然後還蠻方便的 然後可能我記得是 好像五百塊錢的 那個報名費 就是台灣就會有 很多學校會給你一個清冊 欸哪個學校拿一個名額 什麼什麼什麼的 所以其實台灣 到台灣來的 泰國緬甸橋生其實都還蠻多的 從前到現在一直都是這樣子 好 好 那這個是當初 呃 泰北維爾的高中 中文高中 好 這一間呢叫做茶房的光復高中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偏僻的學生 他在一個山坡上 然後 為什麼叫茶房 因為那邊種很多茶 然後真的是蠻 我剛才只去過一次 因為真的很非常非常不方便 但是那時候跟我同期的就有一個派過去那裡 他們說他們就是要早上六點鐘爬起來上課的那些人 他們說超累的 因為冬天還是會有點冷 老師也起不來 學生也起不來 大家都非常非常痛苦 好 但是 這是一個非常適合養生的地方 因為什麼事都不能做 好 這是他們的學校 那個樓梯真的超可怕的 超級可怕的 然後我們就會開玩笑說 因為他們學校是沿著山坡幹 上面是老師 上面有老師宿舍 可是餐廳在三角下 然後我們就說吃飽飯 爬到宿舍就餓了 然後我們都說 哇 光復的老師都很瘦 因為每天都在爬 這個我就 泰國人有時候很奇怪 因為 你就會覺得 反正你就已經把山炸了一半了 那你為什麼乾脆多炸一點 把樓梯蓋好一點嗎 你這個真的很難走 馬路也是 那山路就是 波抖到一個不行 那這樣多危險 反正你都炸了 就多炸一點 好 這個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然後我們那時候去參加一個比賽 這上面是他們的大禮堂 然後我們走到大禮堂之後 就再也不想動了 我真的好累 走的東西走的東西 而且真的很陡 那個坡度 是覺得自己會滾下去 應該就馬上死掉的 那一種可怕的坡度 好那但是因為我對茶房 大概就去過這麼一次 然後有非常可怕的印象 所以大家就先這樣跳過 好那這個是我去服務的學校 叫滿堂建華高中 就在剛剛那個建華中學的隔壁 那這個我們學校其實是當時在 泰國的第一所中文高中 到目前大概是十 大概快十五年的歷史了 好像快到十五年 我印象中 我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有慶祝十周年校慶 所以應該算是應該有十五了 好 所以我們學校算是在泰國 而且我們旁邊都是平地 我們都不用爬山 不用爬坡 所以非常的快樂 還可以騎腳踏車 那個空腹是不能騎腳踏車的 就走進去 你看下去上不來的那種痛苦 好 那我們學校也有一個還不錯的圖書館 就是一個圖書館 然後裡面就有 我們號稱全泰國 全泰北最多的中文書的圖書館 我們大概那時候有 兩萬多冊的中文書 但是 因為我那時候有兼任圖書館館長 所以我那時候就做了一次大清理 因為本來圖書館像鬼屋一樣 學生其實跟台灣一樣不愛看書啊 好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為了讓學生可以來圖書館 我們就做了一次大清理 但是 這些書都是台灣的善心人士 捐給學校的 我們在整理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一點點傷心 因為我們發現 其實很多人是把他不要的東西捐過去 因為我們也用不到 他會捐什麼 什麼如何 什麼第一次當媽媽就上手啊 什麼 什麼媽咪語寶貝 那種雜誌 你捐給一個高中圖書館 你是有 有什麼毛病嗎 或者是什麼 什麼 某某 某某什麼 光浴大樓管理手冊 很多很奇怪的東西 或是 我們還有看很多什麼三民主義的書 什麼鬼的 然後 然後 那種我看其實還蠻難過的 因為我會覺得 你 就是這些人 他可能覺得他在做好事 但是你為什麼會把你不要的東西 然後 花這麼多錢 運到泰國去 然後 其實這個東西是大家都沒有用的 就是 這個 我還是很難理解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好 所以後來我就用了一個我覺得還不賴的方式 就是我把那些書都拿去賣掉 然後換成現金 就當廢紙賣 然後 用那些錢來 買救助館的設備 其實還 賣掉不少 我那是整卡車整卡車開去賣 我大概不知道賣了多少卡車 可見得有多少人捐這些沒有用的書給我們 我就覺得沒有用 然後我們校長還是覺得 好好好可惜 剛剛這書都好好的 我說校長這種書能看嗎 沒給學生看嗎 他說 好像也不太好 我說對拿去賣掉 所以我這時候不知道賣了幾萬塊 只是賣廢紙而已喔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去至少 我們 可以在 這邊 我們有電腦 但是可能設 就是鍵盤很爛啊 就可以買新鍵盤 花束很爛就可以買新花束 所以就可以讓圖書館的設備變好一點 然後我們也 把它重新都油漆過 讓它看起來比較美 不像像鬼屋一樣 然後這是我們很可愛的校工 不知道為什麼他在裡面看書 不知道他到底在看什麼 他不太是私資 所以我不太知道 所以我不太知道 他 他可能只是想要偷懶在這邊 吹電風扇吧 但是至少 我們那時候把圖書館整理過 然後我們也鼓勵 學生可以多看課外書 真的他們就跟台灣的學生一樣 會一直不停的滑手機 然後 不看書的 好 那我們學校 因為就像是一個高中 所以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活動 雖然我們上課的時間是非常短暫 我們每天從六點上到九點半 然後星期六從八點上到大概十二點半左右 所以其實時間很短 但是我們的活動還是很多 沒有少 譬如說像這個 你看大家都低低頭的在那邊 這次好像他們所查字典比賽 我想說 誰還在查字典啊 學生一直說 老師我們為什麼要查中文字典 我說我也不知道 你就查吧 校長說要 我們有查英文字典比賽 他說為什麼我們要查英文字典 我說我也不知道 你問他 那我現在用手機查不是很方便嗎 他說不行 校長說不行 這個是工具一定要會 好 我就好 那你就辦吧 反正 你高興就好 好 那這是我們每年會有一個合唱比賽 就是每一班都要上去唱兩首歌 一首指定曲 一首自選曲 好 然後這個是我們還有 就是比較正常的演講比賽啊 看圖說故事啊 還有什麼朗讀比賽 什麼什麼的 所以 還沒有完 活動真的很多 好 然後我們每年都還會有一個籃球比賽 籃球比賽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 可是學生很愛 那籃球比賽都要打一個月 就是每個週末 週末的下午 晚上 都在 應該不會有下午 因為下午太熱了 他們不可能打 早上跟晚上 黑黑的 然後在那邊打籃球 有啦 我們籃球場有燈 可是還是很累 然後就會開始 打架啦 受傷啦 然後 然後我們從前還有學生就是 兩班比賽 他們就在旁邊下注 看誰贏 所以就會 在這種時候就會鬧的事情非常多 所以我們都覺得超級痛苦的 但是 男生就很瘋啊 就覺得哇 打籃球月 我就好像到底是打籃球來打架 我也不知道 可是 那段時間就會很辛苦 但是 會覺得跟學生有比較多的互動啦 然後我們每年還會有一個 跨年晚會 然後 學生就會 各種賣力的表演 所以他們讀書都不認真 可是那班活動都超開心的 然後 我們老師就會笑 他說 像茶房 茶房在山上 他們的學生就很保守 他們如果學校要出什麼表演的話呢 他們就會去跳什麼 彩茶舞之類的 就全身包得緊緊的 衣服大概穿到這裡 然後 跳彩茶舞 但是我們的學生是可以 就是上衣穿到這裡 褲子露半個屁股 然後在那些台上 大扭特扭這樣 跳熱舞 然後就會覺得 哇 怎麼差這麼多 可是 可能還是會有一點點 所謂的城鄉差距吧 他們還 就是我們這邊的學生 還是會比較 接觸到一些 比較 比較可怕的事情 我覺得 然後這個是我們 就是我說的那個 十周年校青 他們辦了一個園遊會 然後 每個班 都要擺攤 所以那時候 我們學生就擺了一個攤 來 請大家來看他們的攤位名稱 本來只有下面這三個字 那個不是很雅 我不想念出來 然後 為什麼他們說他們要賣炸雞 然後我就 喔 好 然後 等到他們把他們的企劃書寫好 我都沒有管 我跟政治很忙 然後 他們就把他企劃書交到學務處之後 學務主任就來找 我說你們班是在幹什麼啊 我說 那就賣炸雞啊 他說這什麼名字啊 這能聽嗎 我就 沒關係 好玩嘛 對不對 他就 就覺得我們班 怎麼這麼糟糕 這樣 可是他們很開心 我覺得這樣就好 然後這是 籃球比賽 我們之後 有還要 這是我們班自己 自己去找的活動 他們就說他們要跳那種 拉拉隊 所以他們就全班 一起跳了一個拉拉隊 這樣子 然後非常非常累 然後還要什麼 疊羅漢 什麼之類的 可是他們就很開心 他們自己要做這件事情 對 好 然後這個是 我們幾乎每年都會有一個班 到學校附近的一個小村子 去那邊辦活動 那 那個村子很神奇 他離學校大概只有 大概騎腳踏車十幾分鐘就到了 然後那邊都是少數民族 他們其實不太會講中文 那個少數民族叫阿卡 大家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阿卡 所以阿卡族人 就是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但是我們 其實我們看到小朋友 沒有看到內心這麼大的 好 那各地方 沒水沒電 就很難想像 我們學校那邊其實都算蠻方便 但是這個地方 才離學校不遠 但是它是沒水沒電的地方 好 然後 我們幾乎每年都會去 有人去那邊帶小朋友玩 辦一些活動 那這個是我們第一次去 有點像是去會堪 可是小朋友一看我們全部都跑光 然後就尖叫的跑光 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我們沒辦法 我們就知道 因為我們有一個學生是阿卡人 所以我們 他會講阿卡話 所以我們就請他有點像當翻譯這樣子 然後小朋友才開始願意跟我們玩 不然就不知道什麼 然後就跑掉了 我們怎麼 我們看起來會吃人嗎 好像也不會啊 好 然後就開始跟他們玩 然後這是我們去帶活動 的那個過程 然後我們帶完 帶完之後 我們就供他們吃一餐 那但是我們這一餐 也是我們學生自己做 我們那時候大概準備了可能 兩百多 兩百人份的量 就是給他們大概整個村子 跟我們同學自己可以吃 應該差不多兩百人 但是 因為在泰國 他們非常非常習慣用免洗餐具 而且全部都是保利龍的免洗餐具 他們 就是很隨便用完 用完就丟 用完就丟 所以我們那一次為了要 推行環保 所以我們就跟他們說 你們不要 我們不買免洗餐具 因為我們就在村子裡辦活動 就要你家隔壁阿 你去你家拿碗嘛 你去你家拿盤子來裝 然後如果你覺得很好吃 你想要拿你的盤子多裝一點帶回家也OK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跟他們說 我們不提供免洗餐具 我們就是讓你們來這邊 拿你們家的餐具來吃 可是那時候我們在送餐的過程當中 還有一個媽媽 一個阿卡族媽媽 跑來跟我們說 欸我家有免洗餐具 我免費給你們用好不好 我們就說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不希望你們用免洗餐具 就是希望慢慢改變他們的習慣 所以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 不是只是在那邊吃吃喝喝玩玩 這個活動就沒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我也要求我們學生說 一定要 有一些教育的意義 然後我就讓他們自己去想 他們可以教什麼 所以他們那時候後來回來 就跟我說 好啦是我想 我們想好了 我們要教洗手跟刷牙 好 因為泰國其實也有腸病毒啊 所以洗手很重要 那為什麼要刷牙呢 因為阿卡人最有名的就是 他們每個人都會有一口黑牙去 因為他們會吃檳榔 所以很多 我們到了很多一些看到 少數民族 尤其是阿卡人 那一笑那眼睫毛是黑的 其實還蠻可怕的 所以他們就說 老師我們要教他們刷牙 就說喔好啊很好啊 好那他們自己都還把活動安排好了 就是他們一去阿就先 先就是熱身一下 大家唱唱歌啊 幹嘛幹嘛的 然後就一起玩遊戲 好就是 我們這一般玩遊戲比較文明一點 另外一個班玩遊戲非常可怕 大家可以講給大家聽 好 然後呢 玩完遊戲 分組玩遊戲 玩完之後 要吃飯了 好吃飯之前 先教洗手 然後 教完洗手之後 就開始吃飯 然後吃完飯之後 再教大家刷牙 這是他們的流程 我說還不錯啊 很合邏輯阿 對不對 就是整個順序是很OK的嘛 飯前洗手 飯後漱口 還不錯 所以就讓他們這樣去做了 那 不管 不管他們到底有沒有學到什麼啦 但是我覺得這至少是一個 可以大家一起做這件事情 是 而且就是他們自己主動願意去做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對於一個 可能青春期的小朋友來講 他們願意去服務 他們 可能那就是一個角色互換 因為我是志工 我算是去服務他們 他們是受服務的人 但是今天他們一個受服務 他們也想要轉換他們自己的身份 讓他們 讓他們有機會去服務別人 我覺得這是 對我來說這是 他們 就是有一種他們 也願意會去為別人付出的感覺 好 但是 泰國人玩起遊戲來 真的很瘋狂 然後 我們班的遊戲 我那時候有要想說 不要玩可怕的遊戲 因為我在前一年 我們有另外一個班 去帶 去帶 也是去這個村子帶遊戲 然後我有去 我去之前 我就看他們 每個人就是 我看到好幾大袋的茄子 長的茄子 然後我想說 又不是要去那邊煮飯 你們帶茄子去幹嘛 然後我們說 老師這茄子是來玩遊戲的啦 我就 茄子要玩什麼遊戲 他說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啦 然後我就 喔好 今天有點害怕 他們怎麼玩遊戲 他們是 他們是 把茄子綁在一條繩子上 然後把 繩子綁在腰上 所以這邊就會捶這一條茄子 然後 拿那根茄子去 地上滾球 他還要這樣滾一圈回來 我在旁邊都嚇傻了 然後 他們就說 老師要不要玩 我說不要 老師不來罵 我就說 好 後來他們就把我綁上去之後 我就會偷偷的用手的好像 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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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不可以這樣子啊 然後我就說 誰管你啦 可是還有人 非常用力玩茄子 都打斷了 不知道用力什麼 然後 我竟然還有另外一個 好像什麼 還有把茄子夾 夾在兩條腿中間 然後跳啊 反正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用茄子 玩那麼多遊戲 很怪 好 好 那這次 學校活動還沒結束呢 好 我們還每年會辦電腦檢定 好 電腦檢定就是 後面會有 什麼 什麼 Words Excel 中打音打 的檢定 好 但是因為 我們會知道學生練中打 學生中打超厲害 比我還快 他們一分鐘 最高紀錄好像可以打 130幾個字 中打喔 我就說 哇我太了不起 因為從人最高紀錄好像126個字 我說好 一分鐘可以打6個字 大概就不錯了 你們打126個字 好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用助音輸入 因為他們中文沒那麼標準 所以他們就要用什麼無蝦米 還是什麼 完全不知道在幹嘛 好 然後這是一個叫 漢字文化節 每年這是一個 全太北的 算是大拜拜的活動 全太北的每一所學校 都要派選手去參加比賽 好 然後這一年就是在那個光復高中 那時候結束的時候已經費好晚了 完全沒辦法拍 然後 就是 就是有筆像什麼書法啦 然後朗讀啦 作文啦 什麼什麼亂七八糟 就是你可以想像的花語文比賽 他這邊都辦 好然後這是我們盛大的畢業典禮 好然後太文老師非常勇猛 他們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學士服 穿起來超 看起來就 威風 然後我們就看起來很弱 所以 他們很厲害 然後這個是我們去校外參加比賽 然後他們還有另外一個 他們 他們的老師 教師節 是 我們會在泥堂鋪草席 然後所有的學生 就要跪在草席上 跟老師磕頭 跟那個沒有關係 跟那個弟子龜那沒有關係 好 就要跟老師磕頭 就要拜師節 然後呢老師就會在他們的手上 綁一條繩子 就是祝福他們 所以有時候 那一天過來 就你看學生那手 那手上的繩子 可能從 手腕到手肘這麼多 這樣綁一圈 好 那這個是他們的校長 然後學生特別喜歡去找他 所以他前面好忙 然後我抓他旁邊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我就使得拍照 好然後這是一些 校外比較有趣的活動 這個看得出來在幹嘛嗎 叫孔子 叫孔子 就我們教師姐我們會有季孔 然後 然後這些學生最好忙 因為他們一開始可能在舞龍舞獅 之後還要去當那個季孔的工作人員 然後他們還會跳什麼 什麼什麼八一五 八一五 但是他們 我一直覺得他們搞錯意思了 因為我記得八一五是要八八六十四個人跳嗎 但是他們就只找了大概十二個人跳 所以我們就是八一五 我說你那不是八一五 可是我跟所有人講沒有一個人要理我 好反正說那不是我的節目 我不管 那請問一下在這邊不能夠Google嗎 可以 他們根本他們就已經行之有年 他們不想理我 我就是要叫八一五你管我 他們可能覺得那個舞就叫八一五 然後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活動 這個是每年的雙十國慶 然後整個村子裡面的人就會集中到村子裡的大禮堂 然後聽村長講國父革命的故事 然後聽完之後大家就一起吃頓飯 非常快樂 然後我想說 天啊我在台灣都沒有聽過這種的故事 所以我那時候去聽的時候 聽完我想 你們每年都聽你們不煩嗎 他也已經講了可能二十年了吧 然後就會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國情 然後大家就坐在台下聽村長講 國父革命十一次的故事 我想哇 這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下面這個是每年青年節三二九的時候 他們會辦一個反讀青年運動會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台灣可能是春假 所以台灣都會派出大批大批的學生 大概是高中生到大學生去那邊 訓練那邊的學生跳舞 然後我們上次就有看到什麼電音三太子啊 什麼 什麼 然後什麼彩帶舞啊 什麼 就想 嗯嗯 好來這邊教學生跳舞是幹什麼 我沒不知能懂 好但是 這個就變成是 也是全台北每個村子 都會派 人 派選手來比賽 就是各種比賽 嗯 白天就是比 什麼籃球啊 什麼排球啊 打各種球類 我沒有認真看他們比賽 但我只知道 我不知道一定有籃球 然後晚上呢 就比唱歌跟比打架 就是因為全村的年輕 全台北的年輕人都集中在這裡 然後晚上就會看到一堆賣酒的 然後就是喝醉打架的 就是一個非常混亂的狀況 然後可能白天在球場上打得不開心 晚上就到巷子裡繼續打 所以也是一個還蠻嚇人的活動 但是主辦單位幾乎都是台灣的一個 一個什麼 我忘記那個單位叫什麼了 然後就會有一個鄧團長 然後每年都會帶團回去那邊 盛大的教他們如何跳電影三泰國 台灣文化啊 好 到那邊飲食其實是一個 還蠻 蠻有問題的事情的 好 因為 好像這樣我剛剛 大家還可以再喘一下這一包辣的 辣的 豬皮 就是我在泰國最喜歡的食物 但是泰國沒有吃辣的 所以 可是 就是 就像我們剛剛說 我覺得那根本不辣 可是大家還是會有人覺得辣 所以 到了這裡 大家就會覺得說 大家就會覺得說 欸 台灣老師好像都不吃辣 雖然我在台灣其實沒有認識什麼不吃辣的人 但到那邊 就是 他就說 這個好辣喔 那個好辣 我們很多台灣老師就會跟廚娘說 這個好辣喔 我不敢吃 然後想說 台灣那麼多麻辣鍋店是 到底是開給誰吃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當學生看到我 拼命在那邊 拐辣椒進碗裡的時候 他們就說 阿你不是都不吃辣 我們就 誰不吃辣喔 然後 他說 台灣老師都不吃辣 我們就 有阿我們都吃辣阿 我們都不知道到底誰不吃辣 好那這邊就是幾個 雖然是泰國小吃啦 齁 但是 其實跟 跟中 跟 中國菜 台灣菜也蠻像的阿 這就是 有點像 然後 看出來那是什麼阿 拍照相機嗎 對 豬腳 豬腳飯 超好吃的 豬腳飯 就是跟台灣的豬腳飯很像 然後 可是它真的不辣 然後 對 真的不辣 要辣可以自己加 然後這個就是 河粉加魚丸湯的阿 然後 這個是 芒果 芒果沙拉 對 然後 這個應該是 他正在做 木瓜沙拉 青木瓜沙拉 但是 我那時候 因為我爸媽其實不太能吃辣 所以 那時候我們去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們說 做青木瓜沙拉的時候 我說 不要辣喔 我就跟他講說 不要辣不要辣 然後他就 好不要辣 他就一個小小 一個湯匙 歪了三根辣椒 說 OK 不要辣 然後他就 不要辣 他就 抖一抖 一根辣椒 不要辣 他就 一臉就是 這種東西能吃嗎 好 泰國人可能覺得沒有辣怎麼吃阿 但是 青木瓜沙拉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學 因為像台灣就會跟他說 大辣中辣小辣 但到泰國 你就會跟他說 我要一根辣椒 兩根辣椒 三根辣椒 就是你看你要幾根辣椒 但是其實 很難說 辣椒不辣 有時候辣椒很辣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學生就是 他們會比賽 看誰可以吃幾根辣椒 他們好像最高幾乎大概可以吃到二十根辣椒 然後吃到那個 你就看到一邊吃 然後眼淚一邊流 那是無雜控制的流眼淚欸 真的 就是 一吃下去就 眼淚就滴下來 就 你幹嘛 然後吃完隔天沒辦法來上課 因為會拉肚子 然後你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自己 他說 可是吃得很開心 然後 我說 可是你隔天很痛苦阿 然後 這個是 學生非常愛吃的 他叫做 他就很像是烤肉 他叫 呃 泰文叫 他叫做 母就是豬肉 母就是 母就是 這個鍋子 他就在那邊烤肉 但是為什麼我們常常會吃他呢 因為他是吃到飽 所以每次只要學生聚餐 一定要去母母母 然後你只要到了母母母 你就會發現 整家店裡都是我們學生 就是 別的年級的 別的班 就是欸你也來了 就是 大家都在那邊聚餐 可是因為他吃到飽很便宜阿 大概 大概 其實泰豬跟台幣差不多 幣值差不多 我們那時候去吃大概一百 一百二十 一百三十 差不多這樣子的價錢 然後就吃到飽 聚餐非常方便阿 因為男生都吃很多阿 所以我們都不用想 聚餐一定要吃 所以我大概吃片 我們那邊大概可能有 大概說不定有十家 我幾乎每家都吃過 然後我覺得每家都很難吃 可是學生都說 這家好吃嗎 哪裡好吃 他們說 他的醬料比較好吃 我就 一樣阿 可是他們都很愛 就是不可怕 吃到有點噁心的東西 好 那其他還有 就是生活方面呢 有 泰國的氣候 就是 乾季 雨季跟 熱季 其實就是 對我來講就是 雨季 然後熱 更熱 就沒有什麼 我們那邊 太北還算是比較 稍微有一點點涼的時候 但是其他大部分就是 熱熱熱熱熱熱熱 尤其是最熱的時候就是 大概四月的時候 那因為四月像這邊都會辦潑水節嘛 對 可是台灣的四月 很冷 那邊的四月大概是四十度 然後 然後 那時候我第一次猜到潑水節 其實我不是在北部 我跑到普吉 那普吉的潑水 只能潑半天 因為普吉缺水 只能潑半天的潑水節 而且他們用的是自來水 但是如果是在北部的話 你大概可以潑十天 就是 你只要走出門 然後就是被潑 我覺得這樣超煩的 然後尤其是在青脈更可怕 青脈因為有護城河 他們會用護城河裡面的水來潑你 那超多髒啊 我覺得應該要有起疹子之類的 超可怕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季節 我叫它蟲季 因為非常多蟲 我們就是晚上上課 要是燈一開 滿頭都是蟲 非常非常可怕 然後蟲會飛到你的衣服裡 飛到你眼 我也是被蟲飛到眼睛裡 然後也飛到嘴巴裡 你就只能吞下去 然後你晚上回到宿舍之後 你的頭髮裡 衣服裡面都是蟲 超級噁心 然後學生就會很壞 因為我們就有白板嘛 學生就 有時候進到教室 學生就只開白板上面的燈 底下都是黑的 然後我說現在是怎樣 他說老師蟲很多 我說蟲很多 那開燈啊 蟲很多 為什麼只開我這裡 他說這樣他就只飛去你那裡啊 他說我們要看白板 你不開那個燈我看不到 我說要有蟲大家一起來 全部把燈打開 然後他們就 不要蟲很多 蟲很多 為什麼只飛我這裡不飛你那裡 不可以有這種事情 所以燈全部一早打開 可是其他有些老師就會很好 就會讓他們只開那個燈 我想說 幹嘛要這樣對自己 而且有一種蟲很臭 就是他會有個很可怕的味道 而且他有一次不知道什麼 其實都往我眼睛裡飛 害我眼睛痛了好幾天 那語氣也很煩 語氣大概也是就是一直不停的下 但是我覺得沒有台灣這麼可怕 但是到那個時候 我們學校後面有一塊草地 就會變成大池塘 然後每天晚上就會有青蛙一直叫 然後就會有外面的人跑來抓青蛙 他是專業捕青蛙的人 然後來學校抓青蛙 非常奇怪 好 那我們在這邊講的 我們在村子裡還好可以講中文 村子裡大部分都是華人 所以可以講中文 但是你離開了村子你就只能 講泰文 但是泰文還好 我們大家可以來做一點簡單的 泰文教學還蠻好玩的 好 那雲南話 因為雲南話 他會有一些 有一些音他們發不出來 他們母語是雲南話 他們有一些 尤其是安跟昂的音 他們分不出來 所以他們就常常會跟我說 老師你乾乾去哪了 然後說乾乾乾乾乾什麼東西乾乾 我聽不懂 後來就習慣了 然後他有一次有個學生就問我說 老師你的乾在哪裡 然後我就嚇傻 我說 你在說什麼 他說老師你的乾在哪裡啊 我說 什麼 他就就是那個啊 我就喔 乾喔 然後我就 整個就在那裡 我就快要翻白一點 我說喔 那個是乾啊 他說喔喔喔 好啦 你乾在哪裡嗎 我就 就是會有一些 很有趣的音這樣子 然後 他們有很多泰式英文 比如像泰國人講英文 他很多的子音都發不出來 然後他們也會有很多很奇怪的重音 那像第一個 這個是一個那邊很大的百貨公司 全泰國都有 好 他 有沒有想 他的 我們都會唸central central 但是他們會唸 在大部分的人會唸 centang 你跟人家講central 沒有人知道你講什麼 他就唸centang 但是呢 在泰南 會唸centang 完全無法聯想 完全無法聯想 好 然後呢 這個 這是他們這邊很大的連鎖超市 好 你跟人家講lotus 沒有人知道你在說什麼喔 有沒有想要試試看 覺得可能會有什麼 他絕對不會唸lotus 好 第一個先想說 他的尾音一定不會有人唸出來 不會有s 好 他這個會唸 北部會唸lot 然後南部會唸lotan 就發現南部很喜歡dan的音 好 就唸lotan 好 然後 那譬如說我們比較常知道的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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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Facebook 以此類推嘛 來猜一下 猜一下 蛤? 什麼? 給好 對啊 就是給好 他們就唸給好 所以那時候一開始我想說他們到底是講哪一國話 就有點很錯亂 他們就是會有這種很有趣的泰式英文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來說泰文吧 其實泰文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字 它是從明南語或是潮州話 copy過去的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唸第一個 看猜得出來猜不出來是什麼 你先唸唸看吧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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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豆腐 豆腐 對啊 好 第二個呢 第二個試試看 狗 狗 狗 真的 它就是狗 泰文也是 你覺得好像泰文也不難啊 對不對 好 下一個 NP 你又鼻啦 蛤? 怎麼唸 紅包 對 它就是紅包 所以泰文還蠻簡單啊 所以其他還有幾個 比如說 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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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花 菊花 菊花茶就叫雞花 然後 嗯 這個可能比較不像 叫草鬼 草鬼 草 不是草鬼 跟草有點關係 其實 可是 應該我們 我不知道 台灣不是這樣叫 可是有一些地方叫草鬼 草鬼 鬼 可是它不是草鬼 呵 也是草 跟草有關的 喝的 甜的 對 叫草鬼 因為在草中話是講草鬼 呵 好還有一個 就應該大家都知道 鬼雕 鬼雕 吃的 鬼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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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句學會了 去泰國 好像還可以講一點什麼吧 對不對 因為至少還會講昂包啊 呵呵 好像 今天要講昂包 人家還不會有理你 好 那 為什麼變成這樣 好 沒關係 還是可以 我其實不是做這個圖 我做的是一個圓圓的圖 為什麼變成這樣 好 那一樣 沒關係我們還是可以看 好這個也是泰文 好 第一個 上面最上面 我們這是有 我本來是做圓圈圈圖 但是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它是一個 泰國 泰文是可以拿來組合的 所以這個字跟這個 像它是可以組合起來 就會變成很多很多的字 譬如說 這個我們念南 南 南就是水 水 所以跟水有關的呢 都會講到南 好 那這個 下面這個 南 南 blau blau 是白的東西 就是很空很白的東西 對 所以如果你說 南 blau 就是 白開水 今天要跟人家要 要水 就是說 欸我要南 blau 好 然後 牽 牽是硬的東西 硬的東西 所以想想看 如果水 跟硬的東西 放在心裡會想到什麼 對 冰塊 就是南 ke 他們有沒有很簡單 好 下面那個黃色的 是什麼 就是 就 他們就會唸 就是南 是南 就是糖啊 糖糖水水嘛 對不對 好 然後 好 剛剛我們學到那個字 豆腐 所以什麼 南倒腐 就是什麼 水豆腐 太高級了 我們沒有叫水豆腐 對 不是 豆腐 豆腐 就是南倒腐 然後 好 那個紅色的比較難一點 紅色的是水果 叫 pola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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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南polamai 就是 果汁 所以今天你如果要喝哪一種 特殊的果汁 你就改成那個水果就好了 好 譬如說 有什麼 什麼水果 西瓜 我忘記西瓜要怎麼講 好 芒果 芒果叫makuut 喔 就可以說南 mak Merkel 或者是 manneör氓 Orleans 藍gary 藍色那個呢 這個字是另外一個意思 它是要把它放在南的前面 所以它就是前後順序給了很多變化 好 好 那那個Hong,Hong是屋子 屋子 那我們就叫Hongnam 好,屋子又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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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有水吧 你家裡哪裡會有水嗎 廁所 對,就廁所啊 就Hongnam 喔,就廁所 廁所裡有水啊 然後,好 那這邊是動詞 後面這個是Ao Ao就是藥 藥 藥什麼東西 就是Ao 然後 不要 就是賣Ao 賣Ao 賣Ao 好,所以你今天如果要跟人家說 我不要水 你要怎麼說 賣Ao 對啊,賣AoNam 你都會講泰文啦 然後如果我們要再說 我 不要冰塊 賣Ao 那你停 對啊 有沒有很簡單 就是泰文其實很多很多的組合 就感覺 大家都可以說泰文了 對不對 那像可樂 他們就好像就叫什麼 南口 還是什麼的 就是沒有那個Coke的音 他們叫南口 反正什麼都可以南什麼 南什麼的 所以 泰文其實不難 只是有時候我們去跟人家講泰文 人家會笑 不知道為什麼在笑什麼 然後 尤其我們學生就會覺得我們發音不標準 但是我就說 我覺得我跟你講的差不多啊 為什麼你聽不懂 因為泰文是 我們中文是四聲嘛 就是什麼 一一一一 可是他們有一些半聲 所以有一些音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發的這麼到位的時候 就會被笑 好 好 所以大家有沒有信心可以去泰國了 簡單吧 你看都會啦 我要什麼 我要去廁所 什麼東西的都 OK吧 好 那我們到那邊其實 會常常會碰到 你身體會不舒服 那怎麼辦呢 好 但是因為接下來圖片有一點點的消惡心 如果真的覺得不想看我 我可以趕快跳過 那 一定會有生病的問題 那 因為 我們去看醫生其實就比較難用中文 或是用英文去跟人家溝通 所以我們都會要帶一些小翻譯一起去 才有辦法去跟那邊的醫護人員溝通 所以我們都會盡量避免看醫生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去之前 各種藥我們都帶著 帶到 其實帶到後來我自己也沒什麼再吃 都被學生吃掉 對啊 就是因為我常常學生攜帶普拿疼 我覺得我常常可能這裡痛哪裡痛 我都會吃普拿疼 結果後來學生就會發現 哇 台灣的普拿疼真有效耶 所以每次看到我就會跟我說 老師我頭痛 然後我就說 啊 你那個手是 我們學校有校戶 你去找校戶啊 我就說 我頭很痛 然後他們頭痛的時候 除了改給我的藥譜拿疼之後 他們還會 不知道為什麼剪兩塊 你這樣撒東西貼在這裡 這樣有用嗎 我們就 嗯 然後他們常常頭痛 因為他們都不喜歡吹頭髮 而且他們可以洗完頭 就會拿著電風扇吹吹了自己的頭 那不頭痛才怪咧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就會說 是我頭痛我頭痛 我就 嗯 好 那就只好給你普拿疼了 所以我的普拿疼或是 我的各式藥都是被 我的學生吃掉 什麼 拉肚子的藥啦 胃藥啦 過敏的藥啦 就是 我那時候帶去的藥 感冒藥 就幾乎都是被他們吃掉的 好 那接下來的圖片 如果覺得 不是的話 我們就趕快跟我說 我可以趕快跳過 好 這張還好 這張是我的手被螞蟻咬到 就不知道為什麼就腫成這樣子了 然後那邊有一種 螞蟻咬得很痛 然後當我發現的時候 它已經腫成這樣子了 然後我就 趕快擦很多很多的消炎藥 消炎的藥膏 然後用彈性風袋 把它自己包起來 然後過幾天就好了 真的不想去看醫生 麻煩 好 那這個真的是有點餓 好 這是我的腳 我不知道我弄到什麼東西 我整個大過敏 然後癢到我整個都快發瘋了 然後我就做了一件 失心瘋的事情 就是 我拿藥用酒精塗自己的腳 因為真的太癢了 然後塗完之後變成這樣 然後我的同事就跟我說 你是想要剁手還是剁腳 你自己選一個 就後來真的沒辦法 就只好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 然後我就這樣子 戴了這個腳 可能過了兩三個月 才完全恢復 然後就整個好像 穿了一雙襪子一樣 然後非常的腫 非常的噁心 好 可是 可是這次我是剛剛去 後來就沒事了 後來我就非常小心 不要用酒精 隨便吐自己了 好 真的還蠻餓的 好 然後我們就有很多 很奇怪的生物 好 因為雖然我們比較在城市裡面 但是 呃 跟很多地方比起來 我們還是算是很鄉下嘛 那像 那邊那個就是一隻很大的鵝 我在我們宿舍的樓梯間發現了 你看看 它有這麼大吧 相當大 然後上面這一隻東西 它不是壁虎 它大概這麼大 它趴在我房間的那個 去陽台的那個窗戶 窗戶上 好 它 其實 我一直覺得 我其實不知道它中文叫什麼 我一直覺得它很像娃娃魚 可是我想 我那邊應該不會出現娃娃魚 不是 它這麼大 我真的不知道它什麼 它學生講得出來 它不知道它的 它的中文 它的泰文名字叫做 To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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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放大了 壁虎 壁虎叫金種 小壁虎有另外一個名字 小壁虎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金種 因為我超討厭這些東西 所以我都記得 因為那個 為什麼它會出現在那裡呢 就是我在蟲季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在寢室開燈 因為寢室裡面會有很多蟲 所以我們就只要把寢室的所有燈都關掉 然後開陽台的燈 就是它會集中在兩台 不會飛進我房間 所以它就可能那邊很多蟲 所以它就在那邊吃蟲 然後 為什麼它叫Tocke 因為它的叫聲就是會 T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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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cke 然後而且 學生還說 它 不會叫超過七聲 所以它每次早一開始 後來我就被制約 它早一開始叫 我在下面開始 晚上好明顯 Toc...Toc...Tocke...Tocke 就一直叫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它有一陣子 下場淒慘 因為有人說 有傳說說 把它抓來可以拿來做藥 然後就可以治癌症 所以那時候它被大量的捕殺 然後就幾乎 好像說一支可以賣一萬多塊耶 所以我們那時候每個學生只要看到就超興奮 說老師 我去把它抓起來 它很兇 據說很兇 會咬人的那種 唯一 有一次近距離看到它是 有一次好像不知道是 它已經死了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有一隻狗 叼著一隻死的Tocke 然後丟在我們 教室的門口這樣子 然後就丟在那裡 然後我們就... 而且它整個就是 有一點發藍的那種可怕的顏色 我不知道是因為它死了 還是因為 它原來就長的顏色 這真的超噁心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 嚇死了 我很怕它衝進我房間 因為我們就做一個沙門吧 覺得它硬要鑽 應該是鑽得進來的 然後就滑滑的東西 非常噁心 我也沒有想要抓它來去賣啊 後來它就不見了 它不見了之後我更怕 我怕它跑我房間裡了 就...很噁 好 就是帶來泰國的生活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來看一下 泰國有什麼美麗的地方呢 好 那Amazing Thailand就是泰國的 泰國觀光局最喜歡用的一句話 哇 泰國超美麗 超...超神奇 但是我們每次找到一些很 莫名其妙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哇 這是Amazing Thailand 真的 我們... 因為我們那時候 像我們學校那邊 其實還蠻多登革熱的 我們很多學生會得登革熱 然後就不能來上課 可是他們都沒事 我媽一直覺得說 得登革熱不就是會馬上死掉那種嗎 然後我們學生就是可以住院住三天 然後就回來了 咦 怎麼這麼好 他們就... 沒事啊 習慣了 然後因為登革熱的關係 所以... 我們的村子裡常常會消毒 然後有時候會到學校來消毒 然後他們消毒的時間 永遠是在我們吃飯的時候 就我們在吃飯 旁邊就開始冒煙 然後我們想說 到底吃還...吃...吃還...吃... 要留下來吃還是趕快跑啊 就是... 就是完全沒有人理我們 就是直接就衝起來 然後就... 開始噴煙 然後我就... 死...死... 我覺得文字都沒毒死 我們都毒死了吧 我反正我們毒死了 也沒有文字的事了 好 那... 反正就很多很奧妙的事情 可是... 泰國人真的還是算是友善的啦 好 所以... 如果真的想去玩 也不要害怕 好 那... 這邊是泰北的一些有名的景點 好 泰北 那... 這一個 叫做... 泰北藝民文詩館 它其實就有點像台灣的中列寺 那邊放了很多的... 排位 然後... 就是當時... 呃... 那些... 呃... 就是... 移到... 跑到那邊去留下來的那些... 那些... 軍隊 軍人 然後他們後來又沒有辦法... 離開嘛 沒有辦法到台灣 也沒有辦法回到中國 所以就... 在那邊... 過世了 他們就把他們那邊 小小的排位放在裡面 好 所以這算是一個蠻有名的景點 雖然他的展示做得非常差 但是... 他還是很有名 我那時候本來曾經有... 有主動跟他們接洽說 我來幫你們重新做展示好不好 我拜託你 我幫你繳經費 你只要讓我做就好 然後都沒有人理我 他們館長還是一個台灣其父 嫁到那邊去的台灣女生 她不理我耶 然後我想說算了 當初談都還很好 後來就再也沒消息了 沒有 那就算了 然後... 這個是一個蠻有名的地方 他叫... 我們都叫他白廟 因為他白嘛 還有另外一間黑廟 真的是黑黑的 據說是同一個設計的人 白廟... 呃... 很漂亮 但是你走到那邊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整個都快要瞎掉了 因為他... 那個光線一打上去 真的很... 瞎 而且他... 泰國的廟裡面很多的裝飾 他們會用碎玻璃 香在裡面 那就會更瞎 那裡面無法直視 真的太亮了 所以呢 他就是一個... 這個... 漂亮的廟 然後這邊是一個茶園 那個地區的... 他這邊的茶是用台灣品種的茶 去那邊種 然後台灣有... 那些... 農業技術的專家 去那邊輔導他們種茶跟製茶 所以那邊的茶還蠻有名的 然後有一次我去... 我們也有學生從那邊來的 然後去... 就住在他們家 要回去的時候 他們... 爸爸媽媽就會說 欸老師老師我們家... 今年茶的茶 你要不要帶一點回去 我說喔好啊來一點啊 他拿了... 大概五公斤的茶葉 我說我要喝哪一勉啊 他就趕回去了 也不好... 因為他準備帶... 因為我們好幾個人 他帶每個人都準備了五公斤 然後我們就找到他會學校到處粉 好可怕啊 因為他們自己產的嘛 好然後這個是... 也是在太北 那邊有一個蠻大的湖 然後附近的名產就是... 活蝦 他把那個... 從湖裡面撈起來的蝦 然後還活著 把它拌上很多辣椒 跟亂七八八的東西 然後把它給辣死 之後... 辣暈啦 沒有辣死 辣暈了之後我們就把它抓起來吃 而且他送上來的時候 他是要放在那個... 保麗龍盒裡面蓋起來 不然可能在送的過程中 蝦就跳走了 一定要蓋起來 然後我就吃了 還好沒有... 沒有... 我腸胃很堅強 沒有發生什麼事 可是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就是... 還會覺得他在抽豆 呵呵 好那這個是泰國中部的... 中部的景點 咦...等一下 有另外一個景點給大家看一下 我有明信片啦 這個是... 也是鑽立在太北 有一個... 很瘋狂的人 他喜歡扮成那個... 捷克船長 然後這個地方 他叫做... 他叫... 白... 白... 那個小鎮叫白 然後他... 我只去過那麼一次 我之後我發誓 我這輩子大概不會再去了 因為... 他在一個山上 然後你要坐車上去 然後... 號稱... 三小時的車程 然後那個公路要轉 七百六十個彎 所以就是無時無刻在轉彎 然後... 非常之痛苦 你就覺得... 不突出啊... 真是太神奇了 好... 好... 所以後來我就再回去了 好... 那這個是中部的景點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這幾張... 一起... 好啦... 算了... 一起拿下去票好了 算了... 不想分了 好... 所以... 呃... 這個是... 大城 叫... 好... 我那個明星片有沒有幾張 就是... 那時候曼谷淹大雪的時候 這些東西全部都泡在雪底的樣子 我不是在心災樂禍 我是真的還蠻有趣 你就看到大佛這樣躺著 其實他躺在水裡 還蠻好玩的 然後這個是... 曼谷的大佛 他就是在室內 然後看起來比較高級 而且他的腳底都有做滑紋 都香那個豬門被 很華麗 很... 很... 就是... 就是很bling這樣子 好... 然後... 這個是在曼谷的一個... 呃... 叫做鎮王廟 好... 鎮王廟... 鎮王廟也是有一個八卦 好... 所以鎮王廟他... 他裡面... 他... 這個... 蓋的目的是為了要... 奉私一個... 那個... 現在這個泰國... 泰國... 現在這個曼谷皇朝 之前有一個很短的皇朝 那個... 皇帝叫做正姓 他是一個... 算應該是一個華人 可是他只有一任的... 一代的皇帝 好... 所以那個正姓呢 他那時候變成皇帝之後 很短的時間 他就被他的一個將軍給幹掉了 就篡位篡掉了 然後殺了他 然後那個將軍就是... 現在這個皇朝的第一代皇帝 第一位皇帝 好... 所以他... 他殺了他的老闆 之後篡位變成皇帝 之後呢... 據說他就夜夜做惡夢 然後夢到正姓來... 變成鬼魂來騷擾他 然後還詛咒他說 我詛咒你 你這個皇朝絕對不會超過九世 不會超過九代皇 好... 所以他就因為這樣一直夜夜被騷擾 覺得沒有辦法 所以他就蓋了這間廟 就是... 供奉... 正姓 但是正姓的詛咒還是在啊 就是說你不會超過九世 好... 所以... 去年剛剛過世的那個太皇 就是第九代 然後... 那個時候不是有一個什麼紅三軍 還是黃三軍 還是什麼的嘛 就是有一個叫Taxin的... 一個... 一個反對的... 反對的... 反對黨的領袖 那個人... 然後他們就硬要穿早附會 就是說Taxin的名字 跟正姓的泰文名字 很像很像 他說就是正姓 正姓投胎 變成Taxin 要來報復那個皇帝的 不過因為皇帝九世過世啦 然後現在第十個也看起來還好 好像沒怎麼樣 還在 所以表示說他的詛咒也沒有真的成功 但是... 但是泰國的... 但是泰國的皇寺八卦還蠻多的 然後這個是... 那個明星片裡面有一個 是一隻手而已的 因為那個... 這是在素可泰 素可泰也是一個很美的一個大佛 然後因為泰國人很喜歡 在他們的佛像上面貼金箔 而且是... 是個人自己去貼的 就是他們會去買金箔 他就貼貼貼貼貼貼 但是這個很有趣的是 因為這些其實都是... 現在都是世界文化遺產 那他們還是會在那邊貼金箔 很開心 就買一個小塊金箔 到處貼到處貼 所以... 這個... 他下面的那隻手 因為大家才摸得到 都是金箔 那上面就沒有人碰得到 所以看起來還挺好的 好... 然後呢... 這座橋 好... 他就是在那個... 貴河大橋的... 旁邊 好... 貴河大橋大家有聽過嗎 好... 就是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因為... 日本軍人... 日本軍隊要攻打泰國 所以他們就跑去把那個橋給炸掉了 那邊裡面有... 有那個... 一張當時炸掉的樣子的那個明星片 反正就是... 那時候... 又要蓋橋 又要炸橋 反正就整個混亂 然後... 日本人又抓了非常多的聯軍的那個戰俘 去那邊蓋鐵路 好... 所以那裡面有一張 那個鐵路是沿著山壁蓋的那個... 就是走火車的 好... 所以... 還蠻好玩 而且... 這個地方就是... 呃... 在貴河大橋旁邊這個小... 小鎮... 呃... 因為... 那時候有很多的人去... 很多的聯軍去幫忙他們 所以... 在... 他們那邊有一個區塊 每一條街都是一個國家的名字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也有台灣街 台灣應該那時候沒有參加二次世界大戰啊 可是也有台灣街 好... 所以... 如果有到這個地方可以去找台灣街在那裡 我只有路過我沒有走進去 好... 然後這個是在泰... 泰... 東北 泰國的東北 好... 然後這個地方還蠻... 我覺得蠻特別的 好... 因為... 那些地方是... 平常一般去旅遊 比較少有機會會去的地方 好... 呃... 這個地方它其實... 大家會覺得它... 有點眼熟 不像... 不太像在泰國 會比較像泰國隔壁的那個國家 在隔壁... 另外一個方向 呵... 哦... 柬埔寨 對...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隔壁就柬埔寨了 所以這個地方曾經被柬埔寨的 五哥皇朝也統治過 所以它這邊的... 呃... 廟啊什麼都是... 就是柬埔寨的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叫做... 什麼... 我每次念他們都會笑我 所以算了 好... 然後這個地方也很有趣 它也是在東北那邊 然後它就是一片像... 沙漠一樣的地方 可是它就會... 有很多很多這樣子石頭堆出來的塔 然後上面據說是可以住人的 然後它也有一個故事 就是說那邊人... 怎麼樣生活什麼什麼的 可是就覺得很... 很難想像 而且它的故事 可能是因為它翻譯成英文的關係 或者是我看不懂派文的關係 所以... 對我來講 那些故事都聽起來很不合邏輯 可能它翻譯得很差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它到底想要講什麼 那有人說 這是... 這邊可能曾經有一個小小的王國 那也有人說這個是... 那邊... 當時他們去打獵的時候住的地方 所以可能獵人到了晚上就想... 這可能有兩三層樓高耶 我都沒有辦法想像它怎麼爬上去 它就說這是... 獵人的小屋 因為你看有... 洞有門有窗戶這樣子 所以就是... 可能到了晚上他們就...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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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上面去睡覺 然後白天就下來打獵 然後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範圍 就是... 可能你快步走... 走兩個小時都走不完的地方 然後沒有樹 然後就是這樣一根一根的像石柱的東西 就... 我就一直問不出來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一些 有點可惜 好... 然後這個地方還蠻好玩的是 它這裡是泰國跟... 柬埔寨的邊界 然後呢... 這個... 旁邊的山頭上有一個古籍 是世界文化遺產 一座神廟 好... 然後... 如果你們之前有來聽過那個... 運智老師講的那個... 他之前有見過過這裡 然後當時呢... 就是... 泰國政府跟柬埔寨政府 兩邊都在吵架 說這是我的 不是...那是我的 兩邊就在搶 這邊到底是誰的 然後後來... 海牙法庭判給了柬埔寨 之後柬埔寨就... 呼呼...好開心 然後就把編輯給封了 不准泰國人過去 好...所以... 你到了那邊 你看到...你看不到 但是你會看到... 這個是真的有軍隊在那裡 然後... 堆滿沙包 跟... 迷彩的東西 碉堡 什麼的 然後你只能在這裡 用望遠鏡 看那個廟 它叫... 不遺憾 然後就在那邊 然後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因為... 還滿早的 我就一個人去 我有租一台車 因為沒有車子可以到 所以我就租了一台車 行那個司機帶我去 然後我到那邊 發現只有我一個人 其他全部都是賣東西的小販 跟軍隊的人 跟司機 然後那個司機 就一路走一邊介紹我 說... 欸你看這一個台灣女生喔 會說泰文喔 一個人來玩喔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 到底是誰在參觀誰 我有點搞不清楚 然後... 可是... 還滿有趣的 就是在那邊很開心的 又望遠鏡在看 對面的世界 我畫一盞 可是真的過不去 柬埔寨的人就... 贏了之後 超開心的 就把路給封起來了 然後就... 從前是通的 從前開車就可以過去看了 然後現在就過不去了 然後我記得我去之前 我還跟司機再三確認說 我可以過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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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他可能聽不懂我的意思 然後就... 可以啊 然後這個地方是有開放 但是我過不去 然後就一直要面對那些奇怪的軍人 問我奇怪的問題 就說... 你一個人來啊 真的啊 台灣來的啊 然後就... 對... 好 然後這邊是泰國南部的一些 我覺得還滿漂亮的地方 好... 這個是... 號稱... 泰南最大的一個佛塔 很大 無...無法形容它有多大 好...但是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很有趣的點 叫做... 它這邊有一個皮影系博物館 它其實就有點像 這個東西我剛剛看到 這個還算是... 刻的比較美的 比較細的 大部分沒有那麼細 好...這大家也可以傳下去看一下 我這邊還有... 為什麼剛剛沒拿 好... 這個是... 水上市場 其實我沒去過 會覺得... 沒有那麼想去 這水上市場明信片 然後這個是剛剛那個 阿余泰亞大成的 你看他們其實 泰國人還滿注重這些東西的 他們出版這本就是超美 我覺得台灣很多地方都還沒有辦法印到這麼漂亮 可以傳一下 好... 然後這邊是泰南啦 泰南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 那時候我朋友就說他一定要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們就去了 然後... 好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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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這個地方是普吉島 普吉... 普吉很奇怪 它有很多的葡萄牙式的建築 很美 可是... 葡萄牙人其實也沒有在那邊幹什麼國 所以...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那麼多葡萄牙式的建築 可是... 真的很漂亮 然後這就是他們去... 去潛水 可是泰國人很有趣 他們... 因為他們... 泰國人沒有辦法獨立移動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他們連去... 出去玩都要跟團 然後到了海邊 他們下到水裡面去 他們是... 串在一起 一個拉一個 然後串著救生一個拉一個 然後前面的導遊 可能就會游泳 就帶他們這樣 啾啾啾啾... 就游進去了 可是他們就是串在一起 串著一串 然後就拉...進去 然後我們在旁邊 其實我是泡在水裡面 然後我就覺得好好笑 我就趕快偷拍一張 好... 然後這是一個很漂亮的 算是有點像紅樹林的戲湖 然後那個水真的是... 是清的... 清澈 你可以看到底下 是... 那種碧綠色的 青澈的水 非常的... 非常的漂亮 好... 然後這邊還有其他奇怪的東西 因為我可能最近卡到陰 所以這邊有... 因為泰國人很喜歡買這種佛像 他們甚至還有出雜誌 去交易這樣子的小佛像 因為像佛牌啦 他們就會帶在身上 然後... 然後就到了各個景點 都會看有人在賣 可能有很高的收藏價值 可是我看不懂 我就只買了一個 我覺得很可愛的 然後我們就會把它 做成一個小... 就一個小小的塑膠盒子裝起來 然後就掛在身上 我覺得... 有點可愛 然後... 這個東西... 你覺得這東西看來像什麼? 它是可以打開的 這個是泰國人拿來帶飯用的東西 有沒有... 它就只放米 然後我那時候買了之後 學生就問我說 老師你要是幹嘛 我說 他說你要吃糯米嗎 泰國人喜歡吃糯米 我說沒有啊 我只覺得他好可愛 各種size 然後就覺得... 然後就硬要帶了一個回來 他們就覺得 你為什麼要買這種 我們平常都沒有要用的東西 然後你還要... 覺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嗎 好 好... 那我們到了泰國 泰國人還是會有一些習慣 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我們既然要去那邊 不管我們去做志工 或是去玩 我們都還是要注意 不要去... 就是不要太失禮 去可能讓他們覺得不被尊重 好... 這是我在廟裡面拍到的 他說叫你不要去抱那個大佛 因為可能很多外國人搞不清楚 他就要拍照什麼 就跑去... 怎麼樣很開心 我們就會... 就會被警告 好... 好... 比如說我們到了泰國 泰國人是不可以被摸頭的 因為他們覺得頭是... 就是身體中最重要的地方 你不可以去隨便摸 比如說你看到小朋友好可愛 你不可以摸他的頭 好... 這是... 這是要小心的 我是沒有捏過 因為我身邊沒有那麼小的小孩 那時候我們學生... 像我們學生在... 有時候你要鼓勵學生 就覺得喔...你好乖 想拍拍他的頭 他就會被罵 學生就... 他摸我的頭 喔... 對不起... 我以為華人沒有那麼在乎 可是他們也很在乎 所以不要摸... 不要隨便摸頭 好... 然後... 女生不可以靠近男性的和尚 所以我每次看到和尚都要躲得遠遠的 我連眼神都不敢接觸 你要是靠他們太近 其實是對他們不尊重 喔... 所以... 就是... 離他越遠越好 我是盡量都不想跟... 就是... 會覺得... 因為我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對待他們 所以我就盡量離遠一點 好... 然後你要尊敬皇室 雖然還是有很多皇室的八卦 但是... 反正我們講中文他們也聽不懂嘛 對不對 但是... 如果你用泰文講 可能就會比較麻煩 但是因為皇室是對他們來講 是非常崇高的 他們每天... 嗯... 他們很愛他們的泰皇 很愛他們的國家 他們每天會有兩次唱國歌的時間 是全國一起唱國歌 電視會放 然後如果你走在馬路上 他也會放 然後你聽到國歌的那個... 馬上瞬間你就要停下來 跟他們一起避震戰好 就連在夜市逛街的時候 你都要馬上停下來 立正站好 等他把國歌唱完 然後他們在... 比如說看電影之前 也會放一段叫泰皇之歌 裡面就會有... 對泰皇的歌功頌的那個畫面 拍得非常精美 你看完都快要哭了 就覺得... 天啊泰皇好偉大的那種... 一個... 泰皇的MV吧... 然後你要站著看 你不能因為你是外國人 我也不管你的 可是... 他只要那個音樂一出來 大家都要起立 然後你要先看完泰皇的MV之後 你才可以看電影 所以... 他們是真的很尊重他們的皇室的 好... 然後... 泰國人非常喜歡穿拖鞋 你到哪裡都可以穿拖鞋 你去任何地方 他們都不在乎 但是... 他們很重視你的... 因為泰國很熱啊 你一定會穿短褲 一定會穿無袖的上衣啊 但是... 你到了一些重要場合 你就不行 好... 比如說你到了廟裡 你到了... 跟皇室有關的地方 你是不可以穿 無袖的衣服 或者是短褲 那像有一些像... 曼谷的大皇宮 好... 但是皇室的地方 所以... 你進去之前 他一定會檢查你的衣著 我看你的衣著是不是符合標準 如果不行 你就要去租衣服 你要去租一件很醜的襯衫 或是一件... 一塊很醜的布 把自己的下半身包起來 所以... 我覺得還蠻麻煩的 那... 我那個時候是有... 像廟裡面沒有管那麼嚴 我就是可能披一個披肩 把自己包起來 但是大皇宮就不行 因為我那時候去大皇宮 我用披肩把自己包起來之後 就被... 非常粗魯的對待 然後被我... 就把我趕出去 叫我去租衣服 然後我就覺得很不開心 因為... 大皇宮的門票超級貴 喔... 因為像在泰國非常多的景點呢 外國人跟泰國人 收的門票是不一樣的 是差很多很多的 尤其是大皇宮 泰國人進去是不要錢的 我們外國人進去要四百塊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火 你花四百塊買票 你還要叫我回去租衣服 而且我明明就有用披肩了 他就說不行 可是他又好像... 我其實那時候還蠻想退票的 但是他們很厲害 就算我跟他講泰文 就算我曬得很黑 他還是看得出來你是外國人 然後就... 譬如說外國人門票是一百五 他就直接給你拿一百五 然後我每次就... 就跟他講我一個人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試圖想要付三十塊的門票 馬上就是一百五 然後我就... 我說你怎麼看得出來 我就覺得他們一定有受過什麼特殊的訓練 好 好啦 我們講了這麼多 泰國的吃喝玩樂什麼什麼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來想一想 所以海外志工應該是什麼呢 好 因為既然大家可能都覺得有一點點想要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來想想看海外志工 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呢 好 所以我到了那邊 因為我去那邊我是一個老師嘛 好 所以我覺得我... 我... 我需要教我的專業科目 好 我去那邊我是教英文 好 但學生英文程度其實蠻差的 而且 我們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就變成 就只能再 盡可能的塞很多東西給他們 可能他們就會很痛苦 因為他們有... 他們每個人的背景不一樣 他們來自的村莊也不一樣 好 那他們可能在那個村莊 沒有什麼很好的英文的教學 所以他們 上到高中之後超痛苦的 有些人可能連A到Z都寫不出來 所以你就變成其實 到高中你可能還要在那邊教ABCD 好 那時候我們有一個老師 他到了那邊 他覺得他們的發音不標準 其實發音不標準 那些我都已經不在乎了 他硬要教他們KK音標啦 他教了大概兩個月的KK音標 然後學生都快發瘋了 他就說老師我為什麼要學KK音標 我說我不知道他要教你KK音標 我沒有辦法 每個老師有每個老師自己 課程的規劃嗎 然後他就要教KK音標啊 然後我們就 我沒辦法啊 然後他們就非常非常痛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學KK音標 好啦不要聞啦 那可能有點發霉啦 呵呵呵 然後呢 那我們到那邊 我還要當導師 當導師 真的是一個非常勞心勞力的事情 就是我 我剛到那邊 我大概第一個月吧 我就擺了好多根頭髮 覺得很慘 就覺得學生很多狀況 因為都青春期的學生 然後我去之前 其實我也知道他們是高中生 但是因為我 我從小就是念女校 所以我完全沒有跟高中男生相處的經驗 所以我這時候就其實有點擔心 所以我到底要怎麼跟高中男生相處 後來我就想到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我把他們通通都當女生 因為反正泰國人就很多那種 你覺得嗎 對不對 我把他們通通都當女生 我就全部就是 把我全班都當成可能40個小女生 來對待他們 然後他們也覺得很OK啊 他們也不在乎 好 然後導師其實就常 他們 而且尤其是 這些孩子他們幾乎都是 離開家 到這邊來讀書 那他們的家可能就是 可能 開車或騎車要一個小時以上 車程的地方 所以 變成說我們在這邊 他們的生活我們也要照顧 他們的學業我們也要照顧 所以其實狀況很多 甚至我們這些 雖然說他們常常會生病 我們之前有一個學生是 他半夜好像發高燒 然後在他的宿舍裡面抽絮還是怎麼樣 我就被call去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辦 就只好再call另外一個老師 把校車當成救護車 把他送去醫院 然後就是要出院 然後還要幫他簽名 因為他住院 然後想說 然後他們就把老師簽 我說簽 我說簽什麼 他要住院簽 我說為什麼我簽 為什麼不等他爸來就簽 他說不行就現在簽 我說我就簽了 所以其實就是這種 很多很琐碩的事情 我們都必須是 就是隨時是他們 他們有問題他們就是來找你 變成就是他們在 在學校的媽媽了 所以甚至他們在母親節都還會買蛋糕來給我 我就說我不想當你媽媽 你們好可怕 我不想要有這麼多的孩子 就有點可怕 而且你們又不可愛又很煩 然後還有一次是 我那時候也是才剛去 我們就有一個學生 碰到未婚懷孕的問題 然後我就已經整個快要崩潰 我想就是另外一個同學 在某一個同學的包包裡看到那個驗孕吧 然後我就跑來跟我說 老師我剛剛看到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那那那那那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是一根一條兩條 他就說我也不知道 我就說其實我也不記得 一條是懷孕還是兩條是懷孕啊 然後我就說那你要不要去問他 然後他就說怎麼問 然後我就大概教他了一下 然後我本來以為他會問很久才回來 結果沒想到過了五分鐘就回來了 然後跟我說老師 然後我就覺得我要昏倒了 然後就開始 後來我也不知道那是幸運還是不幸 後來他就是 他就出了一個小車禍 然後就流產了 也還好是因為 因為泰國是不可以多台的 然後那個孩子大概才15歲 然後我還認識那個爸爸 而且我懷疑那個爸爸根本不知道 他真的差點要當爸爸了 他真的 沒有 爸爸 爸爸是學長 我懷疑他根本不知道 有發生這件事情 從頭到尾他都搞不清楚狀況 我懷疑啦 我不好意思問 所以其實是還蠻操心的 所以就是要有一點 如果真的想要去那邊做這些事情 其實還是要有一些心理準備 是你不是真的只是去 去當老師 你不是說你下課之後就完全跟他們沒關係了 好 所以我們還要做 就是行政啊 比如請假單啊 什麼東西很煩啊 一天到晚請假 老師我今天頭痛 老師我今天腳痛 老師我今天朋友生日 然後老師我怎麼樣怎麼樣 就都要請假 然後我們也會有很多的活動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看到很多比賽 各種訓練 都是老師在做 好 所以結論就是我根本 就是個老媽子 我每天就會跟在學生後面說 你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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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東西為什麼還沒有交 你的那什麼遲到 你為什麼生病 你為什麼怎麼樣 但是因為其實 學生其實還是蠻可愛的啦 像有一次有一個學生來跟我請假 他們又是無敵的誠實 讓你誠實到 你都不知道該說他們什麼才好 他們來請假 我就說你怎麼了 他說我頭痛 我說好你頭痛 為什麼頭痛你感冒了嗎 你感冒要去看醫生啊 去買藥吃啊 他就說 哦 因為我 喝太多了 那因為我們是晚上六點上課啊 我就跟他說 你為什麼前一天喝到現在還在痛啊 他就說 沒有我喝到早上 然後我就說 你一大早喝什麼酒啊 他就跟我說老師 我喝啤酒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這樣我們會問說 你一大早喝什麼酒 不是真的想要知道你喝什麼酒啊 就是這種語氣嘛 你喝什麼酒啊 他就喝啤酒 然後我就 好 然後可是你又覺得你好誠實 你就不想吧 就覺得好吧 既然你願意跟我講實話 那我就讓你請假吧 好 他說那下次不要喝這麼多了 就是這種事情是 在台灣學校是不可能發生的嘛 可是你到這邊 你就是要去應付說 哦 學生喝太醉 不能來上課 或者是 你出去外面 你可能在吃飯的時候 你去看你旁邊 你學生你在旁邊拼命的喝 你他就說 不要喝太多 你大家是不是還要回家 小心一點 哦 所以這是一種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體驗的 因為 你如果在台灣的高中教書 是絕對不可能有這些體驗的 哦 好 所以 到了外面 你也會碰到很多 來自各面 就是 各個地方不同個性的志工 好 那我們是屬於長期志工 我在那邊待了兩年半 然後可能有短期的 因為像現在台灣的大學 其實很流行 就是 暑假 去那邊辦一個什麼活動 短期的志工 可能去個一個禮拜 或是什麼的 其實碰到很多是 他們可能不知道為什麼要去 他們去那邊其實就是為了要玩 所以我們一開始講到的初衷 到底是什麼呢 這邊我沒有打出來 因為我覺得可能會有點人生攻擊 所以我用講的就好了 但是曾經因為我那時候在那裡 真的非常非常的沮喪 我又寫了一篇很長的抱怨文 然後好像不知道被我朋友PO在哪裡 就是一個 就是 那時候真的碰到太多很奇怪的志工 讓我覺得其實很難過 有一種志工呢 他就是到了他就是想要體驗生活 他只是想要玩 他覺得 哇我來這邊我可以離開我的工作 離開我的家人 我就想來 每天晚 他到了一下飛機 第一件事情 就問來接近的人說 欸這附近哪裡好玩啊 然後大家就傻眼 然後你為什麼不是問學校的狀況 然後是問這附近哪裡好玩 他說喔那個哪裡還不錯 那他有多遠 我要怎麼去 有什麼好玩 要住哪裡 要吃什麼 他根本沒有把去做服務的這件事情 放在第一順位 而是為了要去玩 當然去那邊體驗生活是很重要的 但是重點還是要去服務嘛 你可以利用閒暇時間再去體驗去玩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而且泰國的好處是我們假期超多 就是中華民國的假也放 泰國的假也放 然後動不動 校長還會說 欸那天情人節 我們來放個假好了 讓學生去 拿女朋友去玩一下 我說 為什麼 他說 啊就 反正你不上課 可能他們也請假嗎 我就 嗯 好吧 好吧這樣子 好 然後還有一種可能就是 他們很多是退休的 退休人士 他到了那邊呢就是想要養老而已 哇 就說我可以來這邊 哇好開心 我可以這邊拿著台灣領著退休縫 然後到那邊去過生活 好開心 然後每天就是在那邊種花啦 養鳥啦 然後養生休閒啦 跟念佛什麼東西的 就是 他什麼都不管 學生發生事情他也不管 因為他下了班他就是自己的時間了 完全不管學生發生什麼事情 到了假日絕對找不到人 就不知道去哪了 好 那這種學生他們 可是 好處就是 碰到這樣的老師 學生就會非常自立自強 因為他們沒有人可以靠 其實也是還不錯 好 還有一種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自以為是 他很不尊重那邊的文化 好 比如說我們有碰過一個老師 那個可能 因為其實我們那邊的學生 算是很多家境還不錯的 但是我們就會有一個老師 一個很年輕的技工老師 他就會拿到他的手機 給學生看 說你看這是iPhone 你們有看過嗎 然後 這是怎樣 是來炫耀了嗎 你去跟學生炫耀你有iPhone 然後呢 所以 那種心態 就是 其實學生的皮膚差距很大 有一些家裡非常有錢 他可以開著百萬名車來學到上課的 然後拿著最新最新的iPhone 然後可能用著iMac的東西 就是 所有物質生活都非常好 但是我們也有一批學生是 真的生活 家裡生活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 我不太懂他的心態 為什麼 就是拿著iPhone去跟學生 這是iPhone耶 裡面有看過嗎 這樣子 或者是他可能就會 比如說 到了外面就會看到說 這棵樹 他就開始 講這棵樹的 說這是什麼樹 這是什麼種 然後學生就覺得 你到底為什麼要跟我講這個 而且 我在這邊生活了這麼多年 我難道不知道這是什麼樹嗎 他就是很多 他覺得 我是台灣來的 我比你們有知識 我比你們有文化 他就是到那邊就是有一種 自視甚高 到那邊就覺得 你們都算什麼吧 我懂得才多的那種心態 其實 是還蠻要不得的 我們還有碰過的老師 我們學生就是很無聊 就 就是看了他的 他可能去他的電腦上 看什麼東西 看成績還什麼 然後學生就不小心 用手指頭去 碰到他的電腦螢幕 然後那老師就會把他手揮開說 你不要碰我的螢幕真的很貴 然後學生就很傻眼 就跑來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他要這樣跟我們講話 其實他們是有點受傷的 那當然有些人可能覺得說 你不過這 他說 我家裡用iBook 你這什麼鬼啊 Lanovo啊 怎樣 當然可能有人會這樣覺得 那可能也有一些人 他可能家境病不好 他就會覺得受傷 所以怎麼去拿捏 跟學生相處的這個分寸 當然他們其實是很隨性的 但是我覺得 不是因為他們隨性 我們就可以隨便 然後還有一種 就是 去那邊 就是 就是 可能很想婚啊 很想幹嘛的 就是到那邊就是 哇 只要看到男的 不然男老師 男同學 男性村民 就會 瘋狂的想要拔上去的那一種 其實還蠻多的 或者是 可能今天 我們 從前曾經有發生過 就是 兩個不同的屬齊志工團 到我們學校去 就是這個 A屬齊志工團 跟B屬齊志工團 裡面就會有人 就在一起了 或者是 我們當地的老師 可能就會 老師就會跟當地人 發生了一些事情 甚至 真的之前還有跟學生 發生關係 然後就懷孕 然後就回到台灣 生孩子的 也有 但是 就發現其實 在太北 這個頻率還蠻高的 就是 我們那時候 有曾經跟國和會說 如果你真的很想宣傳的話 你就說你想要結婚 就去太北吧 回來就會結婚了 就可能在那邊找到 你人生中的那一半 然後就 就結婚了 那但是我們也曾經碰過一個老師 他是 年紀比較大 然後他的太太過世了 然後他就非常認真的 到太北找第二春 超級可怕的 他只要看到跟他年紀差不多 在村子裡 只要看到跟他年齡差不多的女性 就會說 我們來出去喝咖啡吧 然後搞得全村人都快要發瘋 就跑來跟我們抱怨說 那老師是怎麼了 我說 我不知道 好可怕 而且他還曾經跑去 找我們朋友店裡面的一個小女生 那小女生那才17歲 然後就去 就說 哎呀你有沒有機會可以來台灣玩 我可以帶你去玩啊 然後我朋友就很火 就說 那你為什麼不帶我去 然後說 那你叫人家去是 要當你媳婦還當你 跳台 他就 都可以啊 然後我朋友就 啊 整個崩潰這樣子 然後就 就會有很多很多的抱怨 那因為華人村子嘛 那華人就是最喜歡八卦的嘛 所以這種事情就會從村子 我們的村子 傳到隔壁的村子 再傳到另外一個村子 就傳傳傳傳傳傳 大概全台北都知道了 尤其是可能在這種 那種大拜拜的活動當中 每個村子都聚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說欸那在台北 那個建華有一個 那個老師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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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事情是我們 傳了一宣 然後還會回來我們這裡 超厲害 所以就像我一開始講的 我們出去到外面 我們不是 你就已經不是你了 你就是台灣的志工老師 大家不會說 你怎麼樣 大家會說 台灣志工老師 怎麼到處在約人家喝咖啡啊 那你就會覺得被攻擊到 因為我也是台灣志工老師啊 那個台灣志工老師 怎麼亂跟男學生出去喝酒啊 台灣志工老師 怎麼私生活不檢點啊 那你就會被貼上標籤 我就覺得欸我走在路上 大家會不會覺得我私生活不檢點 還是什麼的 所以他們不會去區分 那我們就要 當我自己 可能我自己很節身自愛 我努力工作的時候 然後有人在那邊 感覺在破壞我們形象 就會覺得很生氣很生氣 這才會寫抱怨文 然後還有一種是很貪小便宜的 因為國和會的好處就是 它的補助很多 它算蠻大方的 就是我們有生活津貼 我們有保險 我們有機票 我們有醫療 我們有什麼很多很多的東西 但是就會有很多人 會想辦法去貪小便宜 就是覺得說 我這個也要 我那個也要 好明明這就不是它 可能 今天你可能要服務了一段時間 你才可以有某些 那些福利的時候 他也不在乎 他覺得我就是要 因為你就是政府應該給我的 或是是學校應該給我的 就會變得很愛計較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已經都已經 你就是志工了 你到這邊來服務了 你為什麼還要去計較這些錢 或者是事 那當然也有志工 他到了外面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的 有很多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啊 每天都是忙得一塌糊塗 但是會有志工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要求我做這麼多事情 我是志工耶 那我不要你做 我們叫誰做啊 那就沒有人做啦 叫學生做嗎 可是真的會有點有一種心態 就是我是志工耶 我只做我覺得我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你叫我做什麼我都要做 那碰到這樣子的志工其實 不管是對學生來講 或是對學校來講 或是對我們其他同儕的志工來講 都會覺得 那你到底是來幹嘛的 所以 你的初衷到底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出去 想要出去外面做服務 就是 還是真的非常重要 你不是去那邊 我就是來玩啊 你為什麼叫我來教書 你叫我教那麼多課幹什麼 但是 你 你申請的這個 這個職位就是 你去當老師啊 你不教書你要幹嘛 所以 就是大家要想想看這個 如果真的想要出去服務 不管去哪裡 去多少時間 去做什麼事情 對於 對於你自己的工作態度來說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重要的 因為像我去 我不會把我自己當成是志工 因為 我就會覺得 這就是一份工作 而且這份工作是 因為我平常上班還要 還要長時間 我幾乎就是 隨時就是要帶你 比如說 學生晚上一通電話打來 你就是 就是要出發了 你就病了 或是車禍了 或是怎麼樣了 所以 對我來講 它 它是一份24小時的工作 那它其實不輕鬆 但是會很有趣 會很有挑戰 但是 也會很有挫折 所以 去之前 如果真的想去 自己要準備好 你會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難 而且沒有人可以幫你 你的 朋友 就在很遠的地方 你的家人也在很遠的地方 你真正生病了 你很無助 你很難過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在你旁邊安慰你 你可能想要找人 述苦 都找不到人 因為 你可能只能用 用 用 用Facebook去找人 然後可能網路還沒那麼好 還沒找到人 好 所以 也要去想 去想想看 自己有沒有辦法去承受那種孤獨 有沒有辦法自己去承受那樣子的情緒 然後 再決定 要不要去 如果真的是覺得 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事情 我覺得它真的非常有意義 然後 可是 你到了那邊 你可能就是 會開始覺得 會開始 會害怕 然後會 懷疑自己 我這樣做到底是對的嗎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在教書 會覺得說 我這樣教真的對他們有幫助嗎 但是 你會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碰到一些 他真的很想學習的學生 可是他沒有這個資源 他可能家裡真的沒有這樣子的經濟 可以讓他繼續去念大學 或什麼 可是他就很想學 很努力 那你就會覺得你的付出是值得的 就是只要他們只要多認識一個英文字母 都會覺得 我做到了 我成功了 可能就從 可能ABC都不認識的人 到 他現在是26個字母了 你就會覺得 我成功了 好 雖然很 很卑微 很微薄很微薄 但一點點成長 你都會覺得 是有成就的 好 所以 好 謝謝大家 好 我好準時喔 我這邊整 有時間給大家講話嗎 我忘了 好 我們開放三個問題了 有沒有要發問 要不要傳過去 你用前面還有一個麥克風 對 這個傳過來 就是我想要請問一下 國和會在送志光出去的時候 他會有沒有一些訓練的課程 或者是說大家有對志光一些平和的機制 就是因為聽起來 有的時候會一不小心 可能選到一些不識人 就是他有沒有一個 他其實有 我那個時候比較訓練是比較長 我那時候訓練大概一個月 就是我們被關在一個地方 然後訓練了一個月 然後我們白天上一些很奇怪的課程 就是什麼志光 什麼就是跟志光規範什麼有關的 然後也會準備 我們也會上什麼防身術啊 怕你到外面被人家攻擊啊 然後什麼傳染病的課程 然後晚上就是上那個泰文 但是從我們那一屆之後 因為有人去抱怨說那個時間太長了 所以就已經好像縮短到剩下一個禮拜 甚至三天的密集的訓練 但是我覺得那個會讓人家有點害怕 因為其實我覺得學到一點泰文 到了那邊學到當地語言是會比較 你心裡會比較沒有那麼緊張的 因為你可以跟人家溝通 然後那他現在其實就時間縮短很多 那其實我們之前也一直覺得說 他一定要有平和的機制說 這個人不適任 你就不要派他出去 但是很可悲的是沒有 他們巴不得都把人送出去 因為他們有業績壓力 因為他們如果每年只派20個職工出去 立法院會質詢他們說 你們到底績效在哪裡 我每年花幾千萬給你們培訓職工 然後你一年只能派20個人出去 那這樣效益在哪裡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什麼平和機制 所以要去的都可以 原則上你只要通過他的訓練 然後他叫你提供的你都提供了 原則上沒有不行的 但是我們真的有碰過那種派出去 然後那個精神狀況不穩定 然後他也沒有辦法讓他回來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那個人就是在我 在我之前可是他真的就是 憂鬱症發作之後就 造成非常多的困擾 但是真的沒有 還有沒有別人有問題 還是你要追問 你可以追問 那在當地的話他會有一個 或者是說就是例如說你去做 那你上面會有一個可以 關照你或者是監督你的人 在太北 在太北的話就是學校 那如果是派到國會其他地方的話 他們會有大使館 他們會有技術團 那那個就是照顧你 監督你的單位 如果你有需要找他們 然後他們也會評估你的狀況 他們也可以跟國會會回報你的狀況 那但是因為我們是在 泰國的學校 是他們真的超缺老師的 所以他們其實不忍心 去跟國會會說你的壞話 就算你今天想說話 今天我曾經寫過季報 是寫同事壞話 然後就被校長推薦 校長就說你不要這樣寫嘛 我就說可是我真的很不高興啊 我覺得他這樣做事 真的會丟我們志工的臉啊 尤其是國和會志工的臉 他是國會志工 所以好像我就退了 被消音了 對啊被消音了 為什麼 被你那種同事消音了 所以你剛才抱怨的志工 都是國和會的志工 都有都有 可是那個時候那次我真的很生氣 我就寫在我的季報名 然後就被校長推薦 然後我就很活 我就給校長的那一份 我就把整段文章拿掉 寫無意見 然後把原稿email到國和會 然後就寫信說 盛老教我小弟啊 然後就 所以還是有人監督你 但是因為學校秉持著一個 就是教育家的精神 覺得誰都是可教之財 就甚至志工也是 所以他一直會不停的給志工機會 但是我可能人比較壞心 所以我會覺得這樣是不行的 但是其他人都覺得OK 我被校英了 不能講這樣壞話 這樣才可以講啊 有聲音啊 不用啊 這邊現場聽得到就好了 就錄影一下 好 他們誰有問題 可以直接講 他們在當地看醫生都是很會的 會 他們會有醫療 但是我們要自己先付錢 然後拿單據去跟他請款 還寄到台灣去 對 呵呵呵 有那個盡水然後看錢 看醫生還好 外國人是比較貴的啊 外國人是比較貴的啊 那個泰國人看證明 就是在有健保系的那種東西 我們看看 這邊有問題 好我知道我知道 請說 我想問你剛剛講的很多其他人的初衷 那你 那你當初就是決定當志工 自己的初衷是什麼 然後你做完這次的志工 他對你的人生會發影響是什麼 你會不會很想要再回去 或是之後想要再做類似的事情 去別地方當志工 其實是有 我會覺得 但是我那時候 我後來又覺得 我沒有想要再回去太多 因為我覺得 可能已經 這個地方對我來講就夠了 那只是不想讓我講這樣壞話就對了 關鍵字可以想 我那時候為什麼會想出去 其實就覺得 真的很不想上班 然後我那時 我現在要講這樣壞話怎麼辦 對 講壞話就對了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服務的地方 就讓我覺得 我每天都只是在伺候長官 然後我覺得我的人生 超沒意義 後來我就想說 既然要工作 既然要花這些時間做事 我覺得我希望我做的事情 是可能稍微 隊員有一點點幫助 或是有一點點意義的 所以我那時候才選擇說 我好像這件事情還不賴 我想要去試試看 但是我那時候也其實有考慮說 到底是要去哪裡 或者是怎麼去 那只是剛好碰到國會會這個機會 所以我就跟著國會會去了 那我覺得國會相對來講 那時候很多人會想去試 其實他的福利是不錯的 他的對志工的照顧 但是他對志工的規範 跟要求也是比較多的 那有好有壞啦 那如果真的接下來還很有機會去的話 我覺得當然我也想要挑戰一些奇怪的地方 比如說 什麼非洲啦 南泰我比較沒有想去 可能中南美吧 就是 可是就覺得 如果真的大家想要去中南美的話 現在可以開始練習西班牙文 其實還蠻重要的 但是中南美其實風險相對的更高 因為那邊 治安非常不好 我們有一個夥伴那時候他才被 剛剛送到中美那邊去語言訓練 還沒有離開語言訓練 他就被路上被人家從後腦上打了一棒之後 搶走他的相機手機跟耳電 他好像還掉了一顆牙 然後不想說他是不是要回來 也沒有 然後就去了宏杜拉斯 去了兩年 宏杜拉斯是真的自然非常差的地方 然後就很堅強的去了兩年 他沒什麼事 所以當然有機會我覺得 我還會想要再出去 那 對於人生改變的話 大概 其實好像也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我還是在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就會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很多學生 他們現在都在台灣國語大學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這樣子的延續 我在那邊跟他們很有緣分的相處在一起 然後他們也到了台灣來 我們覺得 我也可以在台灣繼續 也不能說照顧 因為我可能也沒有什麼時間 但是他們真的有需要的話 還有一個人可以找 我覺得也是一種還不錯的延續 然後我剛剛在緬甸街買了 緬甸奶茶 大家可以 有想試試看 我還可以一人拿一包 我覺得蠻好喝的 沒有這麼好 但是不要揮露 都買的 跟你買 因為我自己也想喝 可是他真的30包有點多 所以大家可以一人拿一包 好 講者有這麼大 OK 好 那個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 謝謝道軒的分享 來 大家拍拍手 謝謝 那你不用客氣 那你們有角度廠費嗎 就自己拿一包走 自己拿兩包走 如果你是不角度廠費的話 你就要記得你要換工 你要寫足夠的寫這個 寫這個 換工筆記給我們 好 那我們下班 下課 好 拜拜 好 謝謝大家 好 明天 明天有那個印度舞 印度舞蹈 有一個印度人要來 教大家 講印度舞蹈 那個細節請大家上菜 時光臉書看 好 拜拜 我 好 好 我 好 谢谢大家